这个男人居然因为系统漏洞 被困觉醒空间整整三千年 只因他每次完成觉醒任务 系统都会发生故障重新启动觉醒测试 三千年来 他从一个只会逃避魔兽的菜颜 变成了抬手就能秒杀敌人的大王 只因这些年系统出现帮重置觉醒测试时 并没有清空灵际风的能力值 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所有属性全满的变态玩家 然而步视的开始 他只是一个兼职打工人的大学生 每天和母亲一起品尝炸鸡是他最幸福的事情 可这一切全被一场地球一变给打过 巨大的魔兽从裂缝中涌入地球 灵际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已经惨遭魔兽腰斩 可他并没因此打掉 而是进入一片数码空间 滴滴启动人类觉醒程序 即将开始觉醒测试 此时的灵际风大脑一片空白 周围陌生的环境和大脑里奇怪的声音 让他有些不知损责 而就在这时 一头高大无比的魔兽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滴滴觉醒任务 对测试怪兽进行一次有效攻击 注意达成有效攻击后 不论是否造成真实伤害 怪兽都会自动消灭 灵际风一脸惊恶 自己怎么可能是这种庞然巨物的对手 不出意外 灵际风被魔兽一转拍死 烟雾中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觉醒测试失败 玩家实体开始再生 灵际风看着自己再次复原的身体 以及一旁拍成肉泥的躯体 他当场就吐了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他身后再次传来魔兽的死亡 就这样 灵际风不断地逃跑 不断地死亡 不断地重生 此时的他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 该死的 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杀死那个怪兽 话音刚落 脑海里传来的系统的声音 怪兽是杀不死 因为测试怪兽在程序上是无敌的存在 灵际风没想到系统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于是他再次大声呐喊 询问对方是谁 这里究竟是哪里 系统告诉他 这是玩家的觉醒测试空间 只有对测试怪兽造成有效攻击 任务才会结束 而他也可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 听到这的灵际风终于明白过来 虽然这件事像小说一样的荒诞 但如今他只能相信 因为从一开始 他就失去了选择的权 灵际风直面正在蓄力的魔兽 这一刻 他的周身开始出现能量波动 觉醒成功 正在生成技能和能力值 一个等级唯一的属性面板弹了出来 灵际风一咬牙一钻拳 静直地冲向了魔物 觉醒技能 身体强化 灵际风赌上一切挥出一拳 硬邦邦的拳头打在魔兽身上 任务结束 获得技能身体强化 系统的声音让灵际风情不自禁地狂笑起来 太好了 终于可以回到地球了 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灵际风发现自己迟迟没有被传送回去 他大声呼唤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就在这时 发生故障的提示音传入了脑海 因为不明原因 您无法离开此空间 灵际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一声魔兽的嘶吼将他拉回了现实 觉醒任务居然重置了 也就是说 自己陷入了半 永远被困在了这里 就这样灵际风不断地被杀死 不断地被重生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的精神在逐渐崩坏 虽然系统提示他击杀怪物提升了能力 可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 他只想知道系统的bug何时才能被修复 然而每次得到的回应都是bug没有被修复 就这样又过了十年 灵际风问了系统一个问题 那就是地球现在怎么样了 系统告诉他 地球没有任何变化 因为这个空间的时间与外界不同 这里的十年约等于地球的十二天 灵际风一脸不甘 关于家人朋友的记忆已经开始逐渐模糊 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快要忘记 此刻他只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故障 灵际风终于绷不住 他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在系统生成的魔兽身上 一次又一次地击杀着他们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 地球已经过去了十年 这一天天空突然出现一道裂 下一秒 裂缝如玻璃般直接被打碎 系统发生不明原因故障 系统防火墙已被破坏 伴随着系统的声音 一头白发的灵际风打破裂缝冲了出 而裂缝中魔兽尸体赫然就是当初系统所说的无敌魔兽 灵际风漂浮在空中静静看着脚下的大度 这一刻 他已在觉醒空间中待了足足三千年 这男人在一空间里待了三千年 可地球仅才过去十年 如今他带着满属性回归现实 第一时间便是回家寻找思念了三千年的母亲 可结果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堆废墟 这时两名士兵走了过来 让他马上离开这里退回安全区域 灵际风一脸不解地询问对方这里发生了什么 文言两人差点憋出了内伤 询问他是不是住在山里的野 这里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深渊魔兽给摧毁 灵际风继续追问这里的人都去哪了 士兵淡然地表示都死光了 听到这里 灵际风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 看他满脸惊愕的样子 士兵又补充了一句 表示当时也有活着的人 但都被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灵际风疯了事得地抓住士兵的衣脸 询问安全区域在哪里 被抓住的士兵一脸惊怒 身旁的同伴赶忙指着一个方向表示 就在弊动的月亮小镇 文言灵际风飞快地朝着那个方向跑去 而就在这时 士兵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 发生状况 弊动月亮小镇即将出现深渊魔兽 与此同时 弊动集体防御区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猎 首都防卫军的中将吴恒军已经带兵赶到了这里 可现场的危险程度远超他的想象 他询问通讯兵援兵怎么还没到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们才刚刚出发 吴恒军顿时火冒三丈 这群人一听是月亮小镇就磨磨蹭蹭 肯定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私吞更多的援助机 一旁的中尉李志恩询问中将他们该怎么 还能怎么办 快拉起防御线击中攻击小型魔兽 中大型的只能等联军来了在手 文言李志恩一脸不可置信 您是认真的吗 那样可是会似很多平民 中将一脸冷漠 如果不这样 那么大家都会死在这 就在众人忙着布置防御线的时候 林济峰恰巧赶过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军 于是便询问系统这里发生了什么 系统提醒他 附近有深渊魔兽 将会在三分钟之后出现 系统的提示让他想起了十年前的事 一想到母亲会有危险 他禁止走向了居民区 卫兵拦住他 让他赶紧撤到安全区 林济峰一言不发 直接将众人抄翻在里 这一举动顿时引起了众人的警力 纷纷拿起武器对准他 林济峰有些不耐烦 只是轻轻说了一句滚开 周围的人立刻感受了一股恐怖的威压 纷纷不受控制的给他让出了一条路 就这样 林济峰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 远处的李济峰大声质问手下都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让一个普通人进去 然而一个士兵却是一脸冷汗的开口说道 那个男人 他是玩家 李济峰一脸惊恶 而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裂缝被一只巨手撕开 无数的深渊魔兽降临了 看到这个士兵们开始打起了退堂 魔兽的等级为五星 然而他对此并不在意 他现在只有满腔的怒 忽然一头深渊巨恶猛的扑向林济峰 林济峰头也没回 只是略微出手 巨恶瞬间化为一团血水 紧接着又是一头魔兽嘶吼的杀向林济峰 林济峰彻底失去耐心 一把抓住魔兽猛的一手 随后就是用力一塌 魔兽瞬间闭 这一举动也引来了更多魔兽的注意 他们纷纷朝着林济峰的方向围攻管 林济峰彻底的怒了 一跃来到半空 一拳一个小嘎嘎 一脚一个嘎嘣脆 无数的魔兽在他的闪转腾挪 吓死在了化石底下 当李治恩赶到现场时 只看见一个毫发无损的男人 以及一地的魔兽势力 强 太强了 那个男人究竟是谁 人被困一空间三千年 如今带着满属性回归到地球 可第一天就遇见了深渊魔兽入侵 本就痛恨魔物的林济峰当场就杀疯了 伴随着一声魔物嘶吼 深渊棒终于登场了 庞大的身躯 以及恐怖的威压 瞬间吓坏了周围的民众 他们纷纷朝着远处逃去 一个小女孩因为右脚挡了左脚的路 直接摔倒在地 她的母亲看到后转身扑向了女孩 而此时一头魔兽已经注意到了她们 静直地扑了过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听见咔嚓一声 魔兽瞬间鲜血四件殒命当场 而出手的正是圣怒的林济峰 看着慌张逃离的众人 她让系统搜寻这里面 有没有自己的母亲 可得到的回答 却是没有相符对象 一幕幕回忆在脑海划过 三千年的煎熬 与等待只为能够见到家人 可换来的却是绝望 灵济峰怒了 她要将这满枪怒意发泄到Buff身上 此时深渊Buff的能量弹 已经射向了灵济 她就这样 刹那间 她发动了身体强化技能 毒黑的头发瞬间变得灰白 暴虐的能量凝绕在她周身 身体强化已完成 开启觉醒模式 灵济峰快速转身 反手将魔兽的攻击打飞出去 暴怒的她一跃来到半空 眨眼的功夫便用空手 挡下了魔兽的所有进攻 这一幕把远处的李志文看待了 做完这一切的灵济峰 落在了她的命连 此时深渊巨兽正在蓄力最后一击 粗壮的能量炮如激光般射向灵济峰 灵济峰手握雷霆暗暗蓄力 在能量波动即将命中她的时候 她猛然挥出一拳 强大的力量硬生生穿透了魔兽的能量度 静止地打向了对方 崔库拉朽之力瞬间将其烟灭 魔兽的嘶吼渐渐消声 带到一切归于平静 只见林济峰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沟口 身后的李志恩已经被震惊到贪软在地 这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吗 解除了身上的技能 林济峰有些落寞 三千年等待却是一场空 现在的她真的累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且颤抖的声音突然从她背后响起 济峰 是你吗 林济峰愣住了 她不可置信地回头看去 夕阳验照着两人的声音 系统的声音也在此刻响起 声音数据一致 与玩家记忆相符 林济峰愣住了 这一刻她突然感觉过去的三千年也不过只是一顺 因漫长岁月变得干涸的感情 也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母子两人奔向对方 激动地抱在一起 你这孩子到底去了哪里了 知不知道妈妈找你找得好辛苦 对不起妈妈 我没能买炸机回来 夕阳的余晖映射在井井相拥的母子身上 这一刻仿佛时间都静止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打破了这段温馨的宁静 母亲的背后 一道力气已经穿透了她的身体 这男人已经三千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 可如今刚一见面 母亲就当着她的面被魔兽被刺 林济峰抱着妈妈的身体仰天长笑 毕生属性久久家的她 却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保护 林济峰彻底陷入疯狂 她发誓要让这世间所有的魔兽血债血偿 密林中不断传来怪物的惨叫 面对成千上万的魔兽围攻 林济峰手提长剑 开启觉醒模式 暴虐的能量波动营绕在她周身 她将所有的能量汇集在那柄长剑之上 翠库拉朽之力瞬间暴射而出 然而就算整座城市的深渊魔兽化为烟密 仍旧无法抚平她心中的怒语 林济峰一个人坐在调泼大雨中 突然一把伞撑在她的头顶 林济峰 我找了你好久了 我是首都防卫军中尉李治恩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你是想用魔兽来发泄心中骨款 但是深渊魔兽是杀不完的 因为每过一段时间他们还会重新再生 林济峰一脸冷漠 难道你要让我乖乖的什么都不做吗 三千年日复一日 我的血肉骨头不断撕裂 为了能够回到这里 我经历了地狱 可现在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乌云 面对这样的我 你竟然要求我忍耐 林济峰不想和他继续多说废话 站起身来便要离开这里 李治恩不知如何开口安慰 终于在林济峰即将消失的岔了 李治恩说出了这次的来意 如果你想报仇的话 我会帮你的 请跟我一起走吧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六个月之后 林济峰的母亲躺在病床上 靠着各种仪器勉强维持生命 林济峰守在门外 向母亲诉说着自己的经历 自从跟李治恩走了之后 他便加入了政府机关成了一名要员 出入各大场和排场 更是直接拉满 小弟站两旁 大哥喊出嗓 然而林济峰对此没有丝毫兴兴趣 现在的他只有一个信任 那便是将世间所有的深渊魔神 杀到一个不胜 与此同时 林济峰变态的实力 也引起了防御队的关注 自从他加入机关之后 首都的防御圈便不再交给防御队 这无疑是断了他们的一笔盘 为此防御队的理事长 特意找到搜查队队长来者 要求他务必将林济峰拉拢过来 待遇就按照队长的级别来 如果对方不同意 那就毁灭吧 这个男人已经离开了地球三千年 如今带着九九家属性回到现实世界 却亲眼看到母亲遭受魔兽被刺 为了复仇 林济峰毅然选择了 加入政府机关守护人类 是要将世间一切深渊魔兽消灭殆尽 此时在五星深渊奇鬼鸟之窝 无数嗷嗷待哺的缝合怪 正在山间自由飞行 突然一处悬崖上出现了能量波动 林济峰撕裂空间带领手下走了进来 看着脚下的深渊魔兽 林济峰让众人原地待命 自己一个人冲了出去 对于这群低等的魔物 林济峰没有丝毫兴趣 他让系统给他定位绑的位置 谁料这群低等魔物 就喜欢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纷纷朝着林济峰围攻了上来 林济峰一手一个嘎嘣脆 当所有魔物聚集起来后 他直接开启觉醒形态 爆发出无与匹敌的力量 狂暴的能量瞬间湮灭的深渊魔兽 林济峰化作一道流光直冲爆了去 随着系统导航结束 林济峰到达了目的地 一头硕大无比的鸟头魔物出现在他面前 与此同时 悬崖上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抄翻了林济峰的一个手下 此人正是之前秘密会见李市长的白者 他十分嚣张地看向众人 质问这里的人谁是林济峰 见现场无人应答 白者暗叹一口气 看来林济峰不在这里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 在他出现之前 我要将你们一个一个杀掉 另一边林济峰还在与七龟鸟厮杀 这头深渊魔兽极其抗打 硬生生吃了林济峰一拳竟然没有死 甚至还有力气发动反击 在七龟鸟的火焰之中 林济峰再次觉醒了新的技能 S级属性防御 他冷漠地看向宝 速战速决吧 随着林济峰杀向七龟鸟 是大力尘的一拳瞬间化为一道能量光柱暴射儿子 Boss的身体被打成了两半 一个黑色的珠子突然滚落了出来 林济峰一脸疑惑地将其拿在手中 这东西他还是第一次见 于是便询问戏腿这是什么 经过扫描 系统告诉他这叫做魔精士 林济峰继续询问这东西有什么用 可得到的回应却是系统处于离线状态 无法获取详细信息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传来警告 深渊入口发生了战斗 林济峰心头一惊 难道是自己的手下出了事情 没错 此刻他的手下已经全部被白折超翻在地 没能找到林济峰让他整个人极度的不舍 就在他招呼手下准备下山去继续寻找的时候 林济峰回来了 他宛如一道流行坠地般落在众人身后 烟泉中那个熟悉的身影让他的手下看到了希望 林济峰默不作声 一步一步走向了白折 我的人 你也敢动 恶在异世界活了三千年的男人究竟有多强 等级九九家 血量九九家 所有属性都是九九家 他只是看了对方意义 嚣张跋扈的小嘎嘎瞬间面露句子 林济峰带给他的压迫 如同一头无法战胜的深渊巨兽 白折的冷汗流了下来 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开始缠了 身后的手下还没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指着林济峰让他不要太放肆 给老子闭嘴 白折彻底无语了 现在的他十分后悔当初接了这个任务 还说要给他队长待遇 哪怕是直接让他成为干部也没问题 白折硬着头皮看向林济峰 你应该听说过我们防御队吧 我们是名副其实的H国最强 到我们这边来 你想要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帮你实现 白折的提案绝非虚言 因为仅是防御队的队长年薪就高达三十一天地银行 而且他们还拥有任何人都无法干预的巨大权 他们抛出的橄榄枝几乎是每个玩家都渴望获得 林济峰冷漠地看着他 淡淡开口问道 听说防御队是负责首都防御工作的 那样的话 B动的集体防御区也是你们负责的 是吗 白折大方地承认了 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林济峰直接一拳将他超飞出去 手下剑撞立刻拿起了手中武器 林济峰压抑着心中怒火诞声说道 这是你们打伤我手下的代价 白折带来的人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可尽管如此 这群人在林济峰眼里仍旧不够看 一拳抄翻一个 一脚踹飞一群 玩弄他们甚至都无需开启觉醒模式 就这样 防御队的小嘎嘎们全被连夜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背后的始作勇者李市长一脸愁辱 他来到白折的病房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虽然感觉很丢人 但还是说出了他们全都是被林济峰一人打趴的事实 他甚至都无法估算林济峰的真正实力 李市长有些惊讶 询问他林济峰和防御队之主比起来谁强谁弱 白折无法给出答案 因为不管是林济峰还是防御队之主 他们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两人谈话就此结束 李市长面路凶狠 既然得不到 那就毁灭吧 他下达了刺杀指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林济峰抹杀 可他却不知道 自己招惹的可是一个连死神都要畏惧的存在 这个男人不得了 不仅拥有全属性99家的外挂能力值 他的系统还能升级 自从林济峰发现深渊boss可以爆出魔精石之后 他便开始了疯狂刷怪 尽管系统一直处于离线无法读取魔精石的详细信息 但系统却表示他可以吸收 将魔精石吸收后可以获得两种效果 第一种是系统升级 第二种便是接近深渊中心 听到这的林济峰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了吸收 因为他此生的目标就是抵达深渊中心击败最后的宝 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上 林济峰的系统升级完毕 获得人物分析功能以及情感表达功能 人物分析功能可以获取目标对象的长短出息 若目标对象是玩家 也可以获得对方的属性信息 而情感表达功能就比较坑爹了 那便是系统在回话时能够使用自主表情 林济峰一脸无语 随后他开启觉醒形态飞回了城市中心 他在一处高楼落下 然后解除觉醒形态 并让系统给他导航回部队的最近车站 系统十分好奇林济峰明明可以飞回去 为什么要乘坐公交车 系统的提问让林济峰有些差异 这么长时间的系统竟然第一次向他提问 难道是因为升级的原因吗 他无奈地回答说 还不是因为吴忠将每次飞回去的时候 空军基地都会炸 就在这时 林济峰突然感受到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但却没有任何提议 他决定是一下刚获得的分析功能 然而系统的第一次人物分析就发生了故障 林济峰整个人被无语住 随后他不再去管内人 独自来到了公交车站牌 谁料那个白发少年一直跟到了他面前 不想理这个傻逼 直接上了车 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白发少年竟然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消失 并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坐到了他的身旁 活了三千多年 林济峰第一次这么不知所谓 与此同时 在四星深渊巨蛇沼泽 一名手持扩建的狠人正在这里与蛇共舞 手起刀落之间 巨蟒便被大卸扒款 周围散落的尸体足以说明此人的实力 就在他刚刚猎杀完魔兽之后 一名男子突然冒了出来 他正是之前下达刺杀令的李市长 好久不见了 副主大人 没错 手持扩建的狠人正是防御队的副主 条泰林 李市长此行的目的便是请他出山 清理林济峰 可条泰林对此完全没有兴趣 然而当他听到李市长说出林济峰的战绩时 条泰林立刻动容了 探查队是一个专门对付玩家的特殊团体 由防御队专门培养的人才 除了接受专业训练之外 他们使用的装备也都是最新的 自成立以来 他们还未曾失败 没想到林济峰居然一个人就打败了探查队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40米的大砍刀已经有些计肯的耐 也就是守护人类的S级英雄 弟弟却是杀人不眨眼的狠 在一间满是哀嚎躯体的办公室 调态林郑一脸戏谑的坐在办公椅上 这里是H国政府机关总长办公室 他此行的目的正是来见他一父一母的亲姐姐 H国的总长徐胜 作为最早一批觉醒的玩家 徐胜林为了拯救更多人类选择了同志 但他的弟弟却是加入了利益智商的防御队 看着满屋子的狼藉 徐胜林录了 三年了 才过了三年而已 你就已经忘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他抬起手中之剑 发动技能闪耀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魔法光圈将众人笼罩 这是七星魔法多人瞬间一动 一道耀眼的光芒上 徐胜林与他的弟弟来到了一处无人的悬崖上 呵呵 你还是这么强啊 竟然能把伤员排除在外 只传送我们两人过来 徐胜林没有搭话 直接摆出战斗姿态 姚泰林 我现将以叛国最代步 话音落下两人便交手到了一起 动作大开大合能屈能伸 在一次短暂的交锋中 姚泰林立声说出了此行的怒 把林继风给我交转 徐胜林轻蔑一笑 他总算明白弟弟的意图 自从林继风加入了机关 首都圈的防御工作便不再交给防御队了 这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务 所以面对林继风这种实力超群的强者 要么拉拢 要么毁灭 很明显 防御队的第一种方案失败 同样 徐胜林也不会乖乖地将林继风交给对方 作为姐姐 徐胜林天生就对朴泰林拥有血脉压制 然而朴泰林这次也是有备而来 在破开姐姐的一击魔法攻击之后 他笑着从怀里拿出了一块石头 看到这的徐胜林顿时脸色大便 这是归来石 随即便慌忙地冲向了朴泰林 然而他终究还是慢了一遇 朴泰林一把捏碎了归来石 刺眼的光柱瞬间将他笼罩 带到徐胜林杀到身前 朴泰林的身影已然消失 只留一个空当当的魔法阵留在原地 没能拦住弟弟的徐胜林一脸担忧 他知道林继风很强 是名副其实的来自信 可他的弟弟也是 而且那个家伙还拥有一个传说级的武器 黄龙之耻 对林继风来说 他将会是最难应付的对手 与此同时 林继风也迎来了一次挑战 而向他发起挑战的人 正是那个一路为止他的白发少人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关于自己被困一世界三千年这件事 眼前的白发少年似乎很清楚 林继风三千年不吃不喝不睡觉 只为完成新手教程回到地球 可就在他刚回到现实半年后 一个神秘黑发少年找到了他 扬言知道男主所有的秘密 并表示自己要成为军人留在他的身边 林继风对眼前的少年产生了好奇 可还不等他开口说话 身旁的副队长看他不爽 表示他们的队伍不是什么阿毛阿狗都可以进 就算是一只鸡 最起码也要会打篮球 如果想要加入 必须要打败他 于是两人便来到室外开始了单挑 作为一个知道男主秘密的神秘人 白发少年的实力远在副队长之上 轻轻松松的几招便将他玩弄在脚趾之间 林继风知道手下不是少年的对手 于是便出手制止了这场争斗 他重新审视眼前的少年 询问他叫什么 少年笑嘻嘻地表示他叫江辉 随后便摆开架势通向了林继风 然而林继风只是轻抬一脚便拦住了少年的冲锁 这是你挑衅我手下的代价 众人都一脸震惊 不愧是对手 果然牛逼 然而白毛却是没有受伤 我可是用了很大力气 我说着林继风再次挥出一拳 你说你叫江辉 你到底是什么人 谁派你过来的 可白毛却不开口 抓住机会一脚踢向了林继风 林继风一脸诧异 年轻人很不一般啊 竟然能将我踹飞出去 白毛呵呵一笑 现在吃惊还太早了 只见他蓄力的手掌猛然打向林继风 一个巨大的光波瞬间射了出去 林继风一脸猛逼 这难道是魔法 不对 好像是一种特殊的气 白毛微微一笑 差不多吧 随后便再次朝着林继风疯狂输出 只是短短的一瞬 便有无数的光波射出 周围的众人全都傻了 虽然能看得出白毛不是一般人 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正在白毛得意之时 林继风的身影从烟尘中走不出来 白毛一脸惊恶 林继风你好接受 受到那种程度的攻击 你竟然完好无损 林继风一脸烦躁 你结束了吧 该轮到我了 闻言白毛立刻举手投降 并指着副队长表示自己打赢了他 应该可以留在这里 林继风一脸阴沉 他喵得老子还没结束呢 是大力尘的一拳猛地打在白毛脸上 瞬间将他击飞了出去 都听好了 以后他就是我们队里的老妖 与此同时 在二世区的火龙潮雪 一场针对林继风的猎杀行动正在悄悄进行 为了能将林继风吸引过来 条泰林不惜杀掉一头火龙又在刺激老龙苏醒 火龙苏醒 人类的灾难开始了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比起火龙 林继风才是他们真正的灾难 人睡千年的火龙突然苏醒 竟是因为自己的幼崽被人类杀害 暴怒的火龙彻底疯狂 人类的灾难开始了 然而这一切的祸端 居然是男人想用这种方法将男主引出来 没错 一旦察觉到火龙苏醒 机关部门将会派出特工队 也就是林继风的军团 不过朴泰林却担心杀掉林继风之后不知如何收场 毕竟火龙是当今最高级别的八星深渊 哪怕是他也没有全胜的把握 文言理事长一脸邪笑地拿出了魔精石 表示这才是计划的核心 经过他们多次的实验发现 魔精石可以让火龙再次陷入沉睡 听到这的朴泰林再也没有了顾虑 直接一箭刺穿了幼崽的头颅 一想到林继风这种级别的对手会死在自己手里 朴泰林止不住地狂笑起来 与此同时城市的上空变得一片血火 机械化炮灰率先进场 电视台也在提醒民众抓紧时间躲进防空洞 这一刻 世界再次陷入混沫 恐惧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这种感觉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一天 就连专家都在预测这场灾难无法靠玩家解决 只有投放核弹才能封印深渊 此时瞿胜林正坐在前往现场的直升机上 他很清楚这都是防御队搞出来的事情 可作为玩家总指挥的他 现在根本没时间去追究这些 林维受命的他直接下达命令 将国内排名前100个玩家召集过来 此时林继风已经带着他的队伍来到了巢穴外围 面对庞大的火龙潮雪 仅是内部散发出来的威压 便让队员们瑟瑟发抖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这些人根本不是火龙的对手 他们的任务只是撑到前100名的玩家全部抵达为止 明知是必死局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静 然而当林继风带着众人踏入光圈时 意外发生了 除林继风外 所有的人都被光圈排斥了出去 林继风也被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一脸猛逼 难道这就是八星深渊固有的特性吗 他暗叹一口气 看来只能靠自己 然而他刚转过头 就看到了一脸傻逼的江辉在笑哈 卧槽 你怎么进来的 啊 你说啥 而就在这时 林继风的身后突然传来一股杀气 转头看去 只见条泰林手持扩剑已经杀到了身后 与此同时 徐胜林也带人赶到了光圈外围 看到林继风的手下都在外围 他立刻感受到了不对劲 将手轻轻放在光圈上 徐胜林顿时怒上心头 该死 这不是火龙张开的结界 防御队的那群家伙 就这么想除掉林继风吗 真属性九九家的男主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包皮居然被割破了 而且还是在开启了觉醒模式之后 偷袭得手的朴泰林一脸细血 原来之所以林继风的防御会被破坏 完全是因为他手上的那把神话级装备 狂龙之耻 林继风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做到 但他也不想和朴泰林过多纠缠 尤其是在看到对方手臂下的防御队标之后 林继风更是直接明白了对方的意义 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阻止火龙 林继风冷漠地转过头 滚开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浪费 然而朴泰林怎会轻易让他离去 直接一剑朝着林继风的后背猛踢过去 不用在意火龙 因为今天你死定了 见对方如此不依不饶 林继风也懒得废话 直接撕去破碎的战衣摆出战斗姿态 呵呵 那就速战速决吧 林继风深如闪电 拳风交错 静止地杀向了朴泰林 如此迅猛的攻势让朴泰林不由心中一惊 暴虐的能量肆意摧残着这座破败的城市 翠库拉朽之力几乎撕裂着整座大地 然而浓烟散去 朴泰林竟完好无损 而林继风却是像受了重伤一样跪倒 此时远处关站的李市长发出一阵狂笑 没错 他们之所以有如此把握杀掉林继风 完全是因为朴泰林手中的扩解 虽然他看起来很大 但对使用者来说却轻如红毛 同时他非常坚硬 可以斩断一切钢铁 但只是锋利和坚硬的话 还不足以让他被称为神话级武器 狂龙之尺中蕴含着多种魔法和神奇之处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反弹伤害 没错 林继风刚才打出的一拳伤害 全都反弹到了自己身上 此刻的他也终于明白了过来 突破物理防御和反弹是吗 你这个武器挺不错的 面对突然自言自语的林继风 朴泰林一时竟感觉有点发毛 他握紧刀柄再次挥出意见 鲜血在林继风的胸口蹦射 可他却像没事人一样看向了朴泰林 把你手里的武器给我 拿给我的手下用刚刚好 朴泰林整个人都抹了 你 你流了这么多血 为什么没事 林继风挠了挠头 有些无奈地看向对方 是吗 我的血的确是比比人多一点 没错 朴泰林急头白脸的一顿乱赶 连林继风十分之一的血量都没砍掉 而且这里面大部分的损失 还都是因为反弹造成的伤害 只是不知道 这件事如果告诉了朴泰林 他会不会当场去世 林继风在一空间里待了三千年 各项能力值都已经提升到数值上限 可他依旧无法击退眼前的男人 只因男人拥有一件神器 可以反弹一切伤害 然而他却不知道的是 林继风的血量同样也是变态级别 起初他还以为林继风是个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 除了会使用蛮力之外 没有任何一点技巧 可随着林继风一拳又一拳地挥出 朴泰林已经有些慌了 在他眼里 林继风已经不能用疯子形容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 随着林继风的拳头不停落下 周围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虽然伤害全被反弹了回去 可朴泰林的身体已经有些支撑不住 就在这时 林继风再次挥出一群 朴泰林身体撑不住后退了一群 可下一秒他竟吐出了鲜血 朴泰林一脸惊恶 自己怎么可能会受伤 可当他看清扩件上的裂痕时 整个人直接傻了 此时林继风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威亚 让他再也没有了刚开始的自信 林继风再次握紧拳头轰向扩建 是大力尘的一拳 直接把朴泰林打入地底 他引以为傲的那把神器 也在林继风硬邦邦的拳头下断成了两半 看着对方的拳头在自己瞳孔中不断放大 朴泰林整个人都绝望了 伴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鸣 朴泰林整个人都轰进了地面 周围也变得四分五裂 同样他戴上了痛苦面具 看着地上的断剪 林继风一阵惋惜 本来还想着把他送给手下 真可惜已经碎了 此时站在远处的李市长等人全都惊了 他们的副主大人居然输了 要知道朴泰林是名副骑士的美筑第三 同时他也是防御队的王牌 原本他的计划是唤醒火龙引来林继风 在副主朴泰林杀掉他之后 再使用魔精石将火龙封印起来 这样首都圈的防御体制就会瓦解 群圣灵和他的机关 也只能将杀害林继风的事情隐瞒下来 相反 成功使用魔精石封印火龙的防御队 就会得到全民的支持 可如今这一切都被林继风击碎了 然而阴险的李市长很快就想到了印度制裁 他下令全员使用龟环式离开者 等到林继风等人与火龙决胜阶段后 再使用魔精石将其封印 这样成功打败火龙的功劳还是他们的 至于下面重伤的条态里 那就省气吧 因为一个废人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 是一把可以反弹一切伤害的神器 可如今却被男人硬生生用拳头给击碎了 H国排行第三的大佬被打成了烂泥 男主林继风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如今九九家的血量也已经不足百分之八 系统建议他立刻进行休息 可林继风却没有选择 因为火龙已经苏醒 人类的灾难开始了 好在跟他一起进来的白毛没有受伤 之前打架的时候不知他躲到了哪里 如今打完了他又冒出来了 就这样两人来到了火龙面前 看着身前的庞然巨物 一向带萌的江辉也不由露出了震惊之色 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龙溪倾泻而下 仅是余波就让周围的结界嗡嗡作响 徐圣灵等人无比担忧 助手通过仪器检测发现里面出现了高温爆炸 估计很难有人在那样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此时结界内已是火海一片 但林继风却被江辉撑起的气功互盾笼罩了起来 看其一副轻松的样子 林继风都有点惊讶 没想到江辉的能力这么神奇 然而帅不过三秒 火龙一爪子就将气拍飞了出去 林继风一脸无语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还真是分不清大小王了 林继风转头望向身前的火龙 一脸戏谑的开口说道 小蜥蜴 来吧 火龙好似听懂的人话 猛然打出一击 林继风快速闪避 借助身法跃上半空 然而不等他发起反击 火龙的巨尾狠狠地拍了过来 林继风被砸入地面 虽然他靠着蛮力挡住了火龙的进攻 但身体却因持续流血导致血量不足7% 然而对于系统的警告 林继风冲耳不稳 一拳震开火龙巨尾 林继风如闪电般冲向火龙 硬邦邦的拳头打在了火龙前面 瞬间将其击退数据 此时因为攻击造成的反作用力 已经让他的血量下降到4% 可他却并没有就此放弃 依旧拼着最后一丝力气杀向火龙 然而就在这时 倒地的火龙突然吐出一口零息 林继风危机大作 急忙闪身躲避 不得不说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八星魔兽的吐息 有着融化钢铁的热度 甚至连属性防御都无法抵挡 尤其是在血量下降的情况下 与其硬钢无疑是前去送死 然而林继风虽然躲开了龙溪 可对方的攻击并没停止 巨大的火球朝着结界飞去 而此时的结界已经到达极限 若是被火球击中 外围的人必会死在火焰之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江辉突然挡在了火球面前 催动全身力量发动气功打向火球 在他的不懈坚持下 火球被击溃 同样他也被击飞了出去 看着从废墟中站起身的小白毛 林继风露出了一丝老父亲的欣慰 干得不错 心兵弹子 简单的一句赞扬 让江辉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疯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该做个了结了 男主不得了 丝血就敢挑战史上最强暴 面对火龙的咆哮 林继风没有丝毫犹豫 全身的力量汇聚于右手的拳头之上 暴虐的能量凝绕在他周身 他如流星般冲向火龙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任何保护 拳风交错如十字斩般席向对方 翠库拉朽之力瞬间贯穿了火龙的身躯 林继风透体而出 火龙的周身留下了星星点点的能量波动 当这些能量开始爆发 火龙瞬间湮灭在爆炸声中 滴滴成功绞杀暴 第一次完成八星深渊火龙巢穴的清索 力量提升 敏捷提升 魔力提升 由于林继风的能力值已经达到顶点 所有提升转化为血量值 击杀火龙让他获得了固有技能最初的屠龙准 该技能可让他对龙系魔兽造成50%的伤害 杀掉了火龙爆 林继风重重的输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系统却发来了警告 他的血量已经不足3% 若不及时治疗恐怕有生命危险 林继风一脸不耐烦的让他别吵 这时白毛笑嘻嘻的跑过来 不停炫耀他刚才挡下了火龙的攻击 林继风整个人快被无语死了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火焰燃烧的声音 林继风转头看去 只见火龙的尸体正在膨胀 没错 龙心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员 然而他却在能量没消耗完之前 就被林继风干掉 因此他体内残留的能量 会以爆炸的形式释放出来 林继风还没做出反应 火龙的尸体就发生了爆炸 此时结界外围的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感觉里面的能量释放十分强烈 这时瞿圣灵的手下突然来爆 前来支援的玩家们已经到齐 炮灰组也已经集结完毕 是否下达命令进入结界 徐圣灵一脸凝重 他拿出长剑向前迈出一股 让我们一起打破结界强行进入吧 然而就在这时 结界突然消失了 徐圣灵还在诧异 天空就飘起了雪花 所有人都是一脸惊讶 这时候怎么下雪了 徐圣灵看着落在手中的东西 顿时感觉不妙 这不是雪 是灰烬 他发疯似的冲了出去 林继风 你可千万不要死啊 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废墟 徐圣灵一脸焦急 突然地上冒出了一团白毛 定静一看 原来是傻逼江辉 这让徐圣灵放下的心再次悬了起 白毛江辉让他别急 随后指着一个方向表示林继风就在那 看着一身疲惫的林继风 徐圣灵静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道歇 看来今晚只能复出实际行动 手抓床单头顶墙 谁先脚枪干他娘 这三千年的小伙子第一次测试拳头的力量 竟然直接把测试机给捏爆 自从林继风解决火龙危机之后 他变成了城市的英雄 与此同时 引发这次事件的防御队也遭到了惊喜 被打成猪头的朴泰林被抓 幕后主使李市长逃走被通缉 同时林继风也被拉到了屏幕前 各种采访报道一个接着一个 这天他又被李志恩邀请到训练场 除了日常的采访以外 他还要给林继风做一次全身测试 由于林继风入队后没进行过检查 导致总部数据库一直没有他的资料 也因此信息库里没有储存林继风的排名 当然 如果他的排名早就被录入了信息库 想必当初的防御队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考虑到林继风现在的名气 李志恩特意安排了一名美女主播 来当这次测试的主持人 诱饵 同样也是一名玩家 相互打过招呼之后 几人便来到了测试空间 为了全方位了解林继风的长短粗形 训练所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套全新机器 最高可测试到S级别 首先进行的是力量测试 林继风一脸猛逼地走到跟前 询问他真的可以用全力吗 李志恩信誓旦旦地表示没问题 可下一秒他就被打脸了 林继风只是轻轻一握 测试器的手把就碎了 紧接着他们头顶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 整套设备都被他玩坏了 这下把在场的几人都给整不回了 随后林继风又进行了几种测试 结果都是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拆迁办的 白毛更是一脸心疼地表示 早知道他就先玩一把 忙活了一上午 林继风测了个寂寞 之后便是让他无聊地采访缓解 期间他母亲被怪兽被刺的故事 还把幼儿给感动苦 因为他的人设也和林继风一样 家人也都被怪兽夺走性命 当然这都是他给自己编造出来的人设 此时他的亲爹亲妈正在电视机前看着直播 对于这个孝顺的女儿 老两口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不容易结束了采访 林继风打算立刻离开准 可就在这时 李志恩再次叫住了他 他表示自己其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告诉他 随后他带着林继风来到一间密室 这里是一间秘密实验室 李志恩将几人带到一个紫色容器前 他告诉林继风 他们一直都在研究如何控制深渊 最近才发现 魔晶石或许就是关键 没错 罐子里装的正是一枚魔晶石碎片 早在林继风靠近石系统就已经告诉他 不过他并没有将自己得到过魔晶石这件事说出来 李志恩告诉他 接下来他要和幼儿前往一座深渊 里面极大可能会出现魔晶石 具体的事情幼儿会告诉他 林继风一脸疑惑 为什么要带上那个女人 自己一个人去不就可以了吗 李志恩一脸尴尬 因为这次是特定的深渊 必须由三名立级以上的玩家同时进入 才可以激活 消失了十年突然出现的玩家 进一下成为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拳打S级邪恶反派 搅踹八星深渊火龙 只想低调的他奈何实力不允许 这天林继风接到了回收魔晶石的任务 他要与两名立级的玩家一同进入六星深渊俄子 这是一个必须由三名立级以上玩家才能激活的深渊 和林继风一起的有美女主播佑 以及火狼工会的首领天佑兵 随着三人进入传送阵 让他们感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里并不像资料上说的那样 全都是飞行魔兽 反倒是三公里范围之内一只魔兽都没有检测 林继风不想浪费时间 当即开启觉醒魔室扩大搜索范围 随着系统的检测结束 林继风发现了魔晶石的位置 就在他正前方的山顶处 林继风加快速度如同闪电般飞向指定地 落地后的林继风发现了魔晶石 可就在他准备上前去拿的时候 脚下突然涌现出大量的黑色能量 紧接着无数的飞行魔兽 像代码一样开始生长 数量至少在一百只以上 看到有人类入侵 魔兽们纷纷冲向了林继风 与此同时 山下的两人也听到了战斗的动静 纷纷开始朝着山顶飞快奔去 然而警才跑了两步 佑儿就发现以他们现在的速度 哪怕天黑也不一定能到 天佑兵问他有什么办法 佑儿表示办法适应 就是有点粗暴 说着他便给两人施加上了能量互动 紧接着又在皮燕子底下释放的能量炸弹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直接将两人推了出去 静止地朝着山顶飞去 然而当他们两人来到山顶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从山脚到山顶不过才过去了五分钟时间 林继风竟然将魔兽全都图灭了 此时魔晶石再也没有深渊魔兽的手 三人静止走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意外又发生了 魔晶石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屏障挡住了几个 幼儿一脸不爽打算使用蛮力将其击碎 可就在他蓄力的时候 林继风轻轻一拳直接将屏障打出了裂 看似温柔的一击实则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两人没开二度再次呆愣在原地 这下再也没有了任何阻碍 林继风来到了魔晶石面前 系统询问他是否进行吸收 林继风表示不用 他打算先调查一份 可就在他即将触碰到魔晶石的瞬间 魔晶石竟然迸发出强烈的紫光 瞬间将三人笼罩其中 当他们恢复意识 发现三人竟被分散到了不同的地位 这里是一个无等级无名字的深渊 具体是如何进入这里的 林继风的系统也无法做出回答 他表示吸收了那枚魔晶石或许能够知道答案 林继风表示现在还不行 魔晶石的用途他还没有搞清楚 而就在这时 大量的魔兽突然涌现出来 纷纷杀向了林继风 然而这群呲牙咧嘴的魔兽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在男主的眼里 只不过是一群可爱的狗狗 这个男人是地表最强玩家 开局拥有九家风鼎属性质 别人口中的恐怖魔狼 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群可爱的狗狗 一拳一个嘎嘣脆 一脚一个不支声 三下五除二就将围攻过来的魔狼全部解决 不过那两个菜队友可就麻烦了 系统定位两人的位置距离林继风最远 此时天佑兵正在拼命和魔狼厮杀 虽然战斗有些凶险 但也不至于死在这里 和他相比 幼儿的情况就惨多了 魔力耗尽 身体受伤 就连补给药水也都喝光了 更糟糕的是魔兽还没杀光 好在天佑兵在关键时刻赶了过来 这才将他从魔狼口中救出 会合后的两人开始赶路 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鹅子窝里不应该有魔狼出现 谈话间 两人发现了一处亮光 偷偷猫了上去 幼儿顿时被眼前的一幕给惊住 只见不远处正有两头酷似人形的魔兽 在窃窃私语 如此恶心的魔兽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两人躲在石头后面大气都不敢脱 这时一头魔兽突然口吐人言 表示他感受到了人类气息 这可把石头后面的两人给亚麻呆住 这时魔兽开始寻找两人的踪迹 幼儿给了天佑兵一个眼神准备逃走 可刚转过头 魔兽就发现了他们 两人只好拿出武器被迫进入了战斗 看着眼前的怪物 天佑兵意识到对方可能是只缝合怪 在得知幼儿还有能够释放五次技能的魔力后 天佑兵抄起武器便冲杀了上去 然而他的蓄力一击连对方的包皮就没割破 幸好佑兵及时释放藤蔓魔法才将其救了回来 否则第一次交锋天佑兵就会交了一些 一生要强的他打算再冲一波 他让佑兵给他增加buff 随着红蓝buff的加持 天佑兵该膨胀的都膨胀了起来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真的智冷起来 随着他的快刀斩下 两头半人半鬼的魔兽落入下风 但天佑兵却是一脸凝重 因为两只魔兽的血液都是红色 之前他曾砍过无数的魔兽 却从没有现在的情况 难道说这些魔兽都是人类与怪物的红合体 天佑兵没时间想明白这些 因为又有两头魔兽加入了战斗 人属性99家的男人究竟有多会整活 因为嫌迷宫的路不好走 就直接一拳将拦路的墙给打爆了 就在刚刚 林继风通过系统的提示 得知佑兵两人陷入了战斗 然而系统给他规划的路 最快也要30分钟 为了节省时间 林继风直接开启觉醒模式 如同一发导弹在洞穴中横冲直撞 此时天佑兵这边的战斗已经落入下坑 一个弹尽粮绝 一个体力耗尽 面对接二连三出现的魔兽 两人马上就要支撑不下去 而且更恐怖的是 魔兽居然可以吸收死去同伴的尸体 从而让自身得到进化 看到这的两人已经开始思考一会白哪了 突然墙面传来剧烈的震动 下一秒 林继风直接打破墙壁冲了出来 他只是淡淡瞥了一眼巨大的魔兽 身体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眨眼的公子 他已来到魔兽面前 硬刚刚的拳头猛地挥向对方 崔库拉朽之力瞬间将其轰成了渣渣灰 看着那个逐渐从烟尘中走出的男人 幼儿两人已经彻底的抹了 林继风呵呵一笑 一只小菜鸡而已 大家不必惊慌 随后几人开始清理战场 林继风发现 死去的几只魔兽爆出的魔晶石都十分的小 即便是吸收了也不足以让系统开启新的能力 这时系统提醒林继风 他在周围的石墙内感受到了被污染的魔晶石碎片 以及深渊的暴 林继风上前一步 直接打碎墙面 壳里面出现的东西却把几人看呆了 只见一头巨大的魔兽被锁在地上的魔法阵上 而他正是这座深渊的暴死了子女王 更让林继风震惊的是 这头Boss不光不会战斗 甚至还希望林继风几人能够杀了他 这种事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系统告诉他 虽然他不能完全不懂深渊魔兽的话 但简单情绪还是可以理解的 这头Boss的情绪里充满了愤怒与悲伤 以及恐惧和断忍 这时几人上前查看 发现Boss身下的束缚魔法阵至少是S 而且Boss身上的伤口也很奇怪 十分平整 像是被人故意摘去了器官一样 联想起之前遇到的人形怪兽 几人断定这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活体实验室 为了防止发生变数 林继风直接上前开始吸收对方的魔晶石 因为只有魔晶石消失了 深渊Boss才会死亡 幼儿两人只看见Boss身上出现一道亮光 完全不知道这道光是什么 随着魔晶石吸收完毕 Boss的尸体也开始腐烂消失 天佑兵一脸凝重地看向林继风 想要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件事的答案 林继风只是淡淡表示该离开了 有时出去再说 可当他们来到外界才发现 深渊里居然出现了时间差 他们在里面待了三天 外界却过去了三个月 深渊只是在深渊里待了三天 外界就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原本身体孱弱的手下 也在这段时间里全都变成了身强体壮的肌肉管 从深渊里出来后 林继风回到基地 将最大的魔晶石交给了瞿圣灵 瞿圣灵很是满意 不论在床上还是在床下 眼前的男人永远不会让他失望 他让林继风早点回去休息 同时告诉他外面有惊喜在等他 林继风一脸疑惑地走出大门 正好看到了前来迎接他的手下 但让他惊讶的是 这群人包括江辉在内竟然全都觉醒成为了玩家 原来在林继风出任务的这段时间里 城市里大大小小发生了多起深渊入侵事件 幸好当初队里有江辉 能够代替林继风抵挡魔兽入境 但也是在那一刻众人知道 没有林继风 他们就是一群菜逼 所以这段时间 他们全都跟随江辉进行了魔鬼训练 过程虽然辛苦 但成效还算令人满意 听着手下的解释 林继风愣了好一回 副队长一脸认真的看向林继风 队长 从现在开始 能将您的后庭交给我们了吗 林继风上前一步 将手轻轻搭在对方肩头 当然了 我的后庭一直为你们打开 简单的一句话 把全队成员都给感动哭 抱起他们的队长 便高高地抛了钱 与此同时 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 一名神秘的黑衣人 正拿着某人的档案 细细地查看起来 不多是门外 就走来三个黑衣人 看清来人 神秘人暗叹一口气 真是遗憾了 黑眼的魔女 听到这 三人中个子最矮的 那个上前一步回答说 虽然此事出乎意料 但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郑某 这段时间 我要去一趟H博 此时在H博的城华大道上 一只负责运送 火龙尸体的部队车辆 正在前往二仙球 可当他们进入一段隧道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隧道的入口出现塌方 打头的一号车 直接被困在了里面 更诡异的是 隧道里竟然有一辆 一模一样的车在等着他 两名司机下车查看 可迎来的却是硬邦邦的枪板 一同扫射过后 三名劫匪抢走了一号运输车 与此同时 徐胜林那边也发生了状况 当今玩家排行第一的防御 队之主朴又林回来 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复仇 人只是露出八块腹肌 竟引起整个H国的恐慌 他叫朴又林 是当今玩家排行榜第一的大王 他此行的目的 正是为了解救他一父一母的亲弟弟朴太林 得知此事的徐胜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最终确定由林季风负责阻拦朴又林 江辉泽带人去追踪丢失的火龙尸体 为了确保事情进展顺利 徐胜林还给林季风找来了一个帮手 驱逐爱 一个拥有控制动物能力的玩家 同时也是地球上第一批觉醒的先驱者 与此同时 朴又林已经登上了关押弟弟的小岛 面对石枪核弹守卫 朴又林抬手间便将其超翻在地 即便是遇到玩家组成的守卫 他也能利用精神控制将其全部制服 没错 身为排行第一的玩家 朴又林不仅精通各种杀人技巧 还擅长大范围的精神控制 很快他便找到了一父一母的亲弟弟 并将其带了出来 当林季风赶到时 只看到现场的一片狼藉和满地的尸体 为了寻找对方的下落 驱逐爱使用异能与老鼠交流 最终确定了朴又林的离开方向 与此同时 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 惊魂未定的朴太林询问姐姐到底想干什么 徐姐姐是绝对不可能让他们这样胡闹下去的 听到弟弟喊徐圣林姐姐 朴又林顿时怒了 别叫那个人姐姐 他不配 他背叛了我们 所以这一次 我要将他和他的手下们全都四成碎片 听到这 朴太林顿时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 他在害怕 害怕林季风 当初那场战斗留给他的阴影实在太大 他告诉姐姐 他是打不过林季风了 朴又林呵呵一笑 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我吗 不论是徐圣林还是林季风 这一次 谁也无法阻拦我 看着姐姐脸上抱起的青筋 朴太林知道 姐姐变强了 可面对那个全属性九九家的男人 他们真的有胜算吗 与此同时 林季风两人也来到了仓库外围 驱逐爱通过与动物交流 得知朴又林就在附近 而林季风也启动了系统探索 系统将所有人的位置都探查了出来 林季风拿起树枝 在地上画下了所有人的具体位置 看到这的驱逐爱直接愣住 虽然他靠着控制动物的能力 也知道对方的大概念 却无法像林季风这样确定 每个人的具体位置 林季风打断了他的猛逼 他们要开始行动 就这样两人翻墙进入了工厂 可刚一落地就被巡逻的守卫发现了 林季风刚要出手 驱逐爱突然拦在了他的身前 让我来 出来吧 我的哈基米 又会控制动物的女人到底有多会整活 随处可见的流浪猫 在女人的召唤下 立刻变成了凶残的巨型哈基米 看到这的几人顿时变成了猛逼树上的鼓逼 没一会功夫就被哈基米打得鼻青脸肿 听到动静的朴又林几人立刻回头查看 只见浓烟中 两人一猫的身影正在慢慢靠近 看到这的朴太林顿时面露恐惧 那个令他打寒的男人来了 朴又林舔了舔嘴唇 十年没见了驱逐爱 我还以为你死了吗 驱逐爱呵呵一笑 同样讥讽地回答 又林姐姐 你以为这样我会感激你吗 文言朴又林顿时怒上心头 晦气的东西 你忘记我说过的话了吗 永远不要再叫我姐姐 两人热情的见面方式让林季风感到无趣 而就在这时 朴又林突然从腰间拿出一枚归环石 看到这的驱逐爱立刻明白对方想要逃走 当即命令哈吉米上前拦住对方 可就在哈吉米即将扑向对方的瞬间 朴又林的两个手下身体突然发生变异 直接化为了两头半人半鬼的魔兽 没能杀住车的哈吉米就这样惨遭夭斩 驱逐爱和林季风同时猛逼 可现场的情况已经容不得他们想明白 朴又林的归环石已经起 看到这的林季风终于不再留守 一拳肝费两头魔兽 静止地朝朴家姐弟两人杀去 朴又林轻蔑一笑 在他看来林季风已经晚了 此时林季风的拳头已经挥出 尽管归环石的传送阵已经开启 但他的拳头还是打在了屏障上 一道耀眼的光芒声 朴家姐弟消失在了原地 林季风看着自己的拳头喃喃自语 真奇怪 刚才明明感觉已经打到了 怎么还是让他们跑掉了 驱逐爱此时也靠了过来 他们既然准备了归环石 就说明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 林季风点点头表示认同 不过既然使用归环石 就说明他们一定没逃远 我们重新开始追击吧 与此同时 在一座楼顶的天台上 一道光芒从天而降 朴家姐弟被传送到了这里 此时的朴又环大口喘得粗气 他做梦也没想到 林季风刚才的一拳 竟然打穿了自己的房屋 身体承受的内伤让他忍不住 嘔吐起来 弟弟有些担心地询问他到底 朴又环擦去嘴角的污渍 表示自己没事 他让弟弟先去休息 自己还有些事情没有完成 待朴太林走后 朴又环静直地来到楼顶边缘 嘴里轻声道 出来吧 下一秒 一个老六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而他正是当初放弃朴太林的李氏长 白毛老头 因地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一个乱来的女人究竟有多可怕 从朴又环和李氏长的谈话中得知 偷走火龙尸体的正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单纯地报复这个世界 让愚蠢的人类知道 轻视觉醒者的下场 此时负责寻找火龙尸体的江辉等人 已经查到了线索 在江辉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处仓库前 就在江辉刚离开队伍前去查看的时候 两个蒙面人突然杀了出来 可他们却忘记了 除了江辉之外 这里还有其他觉醒的玩家 林继峰的副官出手了 两个蒙面人的出现 证明了他们没来错地方 此时江辉也听到了动作 二话不说直接开赶 一同前来协助他们的士兵已经看盟了 原本他们以为林继峰的手下 都是一群通天蛋 没想到他们的实力 远比传闻中强得多 在与蒙面人的打斗中 他们发现 这群人都是防御队的残余部下 其中一个男人疯狂嘲讽副官 说他只不过是林继峰的陪衬而已 副官一怒之下直接抄发了男人 可男人却是再次笑着站了起来 这一次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根针管 你以为抓到了我们吗 其实是我们抓到你们 说话的同时 男人将针管猛地插入身体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他们竟膨胀成了高大的肌肉怪 好家伙 这玩意要是打在裤裆里 还不秒变38厘米啊 不过对于长期在深渊里训练的副官他们来说 这样的肌肉怪也不过是大一号的沙包而已 不过他们身上不只有人类的气息 江辉问道 要干掉吗 一旁的军队成员直接猛低了 这家伙为什么会用这么天真的表情 说这么恐怖的话 副官一脸冷漠 不 我们要活捉他们 揪出幕后主使 就这样 肌肉怪全都被带上了太和金手镯 准备送去采缝刃机 副官捡起地上的针管 正在思考这是什么 忽然士兵来报 表示被偷的卡车已经找到了 可当他们来到现场才发现 火龙的尸体早就被运走了 副官有些无奈 看来只能分头行动 一部分人带着肌肉怪去采缝刃机 剩下的人则继续去寻找火龙尸体 与此同时 在一处五星深渊中 天佑冰正在不停地与魔兽厮杀 现在的他几乎已经陷入癫狂 自从见识过林济峰的实力之后 他便将自己关在深渊里不停地训练 可不管杀多少深渊魔兽 他始终都无法做到林济峰那样的闲庭幸福 就在这时 手下突然找了过来 天佑冰有些不耐烦 我不是说过不要来打扰我吗 手下向他解释 他们有几个队友联系不上 而他们全都住在C室 天佑冰也是有些惊讶 同时联系不上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 看来是这段时间专注清理深渊 对你们的关心太少了 既然这样 那就一起去看看吧 然而天佑冰不知道的是 姚佑林复仇的首个地点正是C室 这个女人有多狠 不仅要对全人类下手 连自己的手下也都不放过 C室的一处天台上 四道光束从天而降 他们一共四个人 纷纷朝着朴佑林恭敬的跪拜下去 首领大人 我们来了 没错 来人正是朴佑林最忠诚的部下 他们分别是前防御队工会首领秘书长金太利 前防御队特殊战队长江敏熙 前防御队魔法医队队长申敏爱 前防御队技术科学组组长方厚德 领头的金太利恭敬道 首领大人 您的命令已经全部执行完毕 等待您下个命令 听着手下的汇报 条佑林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不愧是让敌人惧怕的防御队歼灭着 说话的同时 他朝四人丢出几针要紧 把他注射进去 他将带领你们前往新世界 四人没有任何犹豫 拔起针管插进了身体 他们非常痛苦 但同时也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这番举动让条佑林十分兴奋 你们再也不是懦弱的垃圾了 你们会因这巨大的力量重获新生 普通的人类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 在我们超声刀的祝福下 尽情欢呼吧 从现在开始 利用火龙尸体建立军团 摧毁这个曾经轻视我们的国家 然后把进化后的H国 变成超声刀的世界 朴佑林的癫狂震惊了 躲在拐角的地底 他不知道超声刀是什么 但他能肯定的是 他一父一母的亲姐姐已经变了 与此同时 幼儿也乘坐出租车来到了C市 因为他有个朋友住在这里 联系了许久都未曾联系上 他很担心 所以便亲自来看一看 可当他来到C市的街道后才发现 路上竟然一个行人都没有 忽然他听到拐角有动静 于是便追了上去 可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让他呆愣在原地 只见天空中正在飘落一些不明的物体 而接触过他们的人类 全都开始了一遍 与此同时 在国防部的监控室 一个不明飞行物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前往C市 就连雷达都无法精确捕捉到对方的信号 工作人员全都慌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个速度极快的不明飞行物 正是前往C市营救的林继风 全属性99家的玩家速度究竟有多快 他只是带着妹子赶的路而已 就被军方认为是不明飞行物 调佑林利用火龙尸体制造的灰烬 让整座城市的人类变成半兽人 当林继风赶到C市时 这里已经沦为了人间炼狱 系统提醒他 这里的人类被不明模仿污人 将城市内的魔力供给源破坏 便可阻止变异 同时系统还开启了异常状态 让林继风再触碰到灰烬 是不会遭受一变 而没有系统的驱逐碍 只能靠免医药剂来抵抗灰烬的侵蚀 为了节省时间 林继风决定直接去破坏攻击人 可系统却告诉他 由于对方妨碍感知的魔法太强 他必须要移动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才能开始检测 于是林继风便让驱逐碍在原地等他 而他直接开启觉醒模式 冲向了一座高楼 在这途中 他还顺手解决了几头前来阻拦的半兽 来到高楼楼顶 定位到了魔力攻击装置 但问题是 攻击装置一共有一个主装置和四个辅助装置 想要破坏主装置 必须同一时间破坏掉四个辅助装置 否则辅助装置就会自动复原 这让林继风感觉十分麻烦 系统给他提示 他找到了目前没有被感染迷惑的玩家 分别是驱逐碍 江辉小队 幼儿以及天幼兵小队 林继风微微一笑 都是老熟人 看来事情好办了 他再次化作一道光飞了出去 不多时他便找到了系统提示的机会 一番寒暄过后 林继风向众人说出了 魔力攻击员装置的破坏计划 一号辅助装置由江辉和他的副官负责 二号辅助装置由驱逐碍负责 三号则交给天幼兵和他的手下来 最后的四号则交给幼儿 四个装置的破坏时差不得超过三十分 林继风要求每组必须在两点半时 准时破坏掉辅助装置 就这样 众人朝着各自负责的区域出发了 但这次的任务注定不会轻松 四个辅助装置区域 分别由朴又林的四个手下手 而在前往主装置的路上 也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拦在了林继风面前 他正是曾经让他破坏的男人 朴太林 看着眼前让自己心生恐惧的男人 朴太林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姐姐给他争管 这一次 他定要将林继风拦在这里 群人只是将母龙的尿液注入到身体里 就获得了外挂般的强大力量 在前往破坏辅助装置的路上 江辉小队遇到的是 前防御队秘书长金泰林 换作别人可能会有所畏惧 但对于江辉这头出生的牛马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和江辉相比 天佑兵那边的情况就惨多了 他的手下此刻已经全部倒立 他遇到的是 前防御队特战队长江敏熙 两人似乎还是老熟人 从百草原打到三位书屋 天佑兵越打越感觉不对劲 江敏熙的速度好像没这么快了 而江敏熙也觉着天佑兵的速度变快了 两个不服气的人 在一次次的交锋中碰撞出虎话 与此同时 佑兵那边也遇到了他的敌人 前防御队魔法医队队长生命爱 两人同样也是老熟人 一见面佑兵便讥讽地叫对方大神 这下直接把女人给惹毛了 拿起法器便打向了佑兵 而驱逐爱这边就比较恶心了 方厚德在注入了母龙尿液之后 身体已经开始变异 不仅长相猥琐 还他喵的是个变态 为了对付他 驱逐爱不仅把汤姆和杰瑞给召唤了过来 甚至还有哥哥和汪汪队 另一边 在林继风这里 嗑要的朴泰林全身的潜力都迸发了出来 此时的他以为自己是拿到了篮球的鸡 殊不知 在林继风眼里 他依旧是个小丑 面对朴泰林的猛批 林继风淡定的空手接住了白人 朴泰林此时就是猛逼树上的猛逼舞 可林继风却不想和他玩下去 直接开启了单方面的虐杀 朴泰林几乎被打成了麻瓜 但他不服 一次又一次的发起冲锋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倒在地 终于 他疼得再也站不起来 而林继风只是好奇的问他 为什么没有变成那种半人半兽的怪物 说不定那样的胜算会高一点 文言朴泰林放声狂笑起来 因为这是我最后的尊严 听到这的林继风一脸无语 他缓缓来到朴泰林面前 伸出了他四十五码的大脚 去你妈的尊严 别爬 本是全人类第一批觉醒的玩家 只因受到了社会不公的待遇 他就要将全人类变成深渊中的魔物 林继风在解决掉朴泰林后 便一路火花带闪电 来到了主装置这边 此时大楼下方已经围满了 即将变异的人类 楼顶的朴又林在看到男主后 发出一声狂笑 手中凝聚的粗壮雷电 静直地朝着林继风打去 林继风冷哼一声 就这 简直弱爆了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硬邦邦的拳头直接迎上了那道雷体 碰撞声震撤云霄 楼顶的朴又林都看猛逼了 刚才的一击可是凝聚了他全部的力量 然而这才只是个开始 林继风的拳头穿透了雷电 暴虐的能量直接轰向了楼顶 看着身旁留下的巨大窟窿 朴又林第一次感受到了林继风的强大 他一跃跳到地面 发出一声狂笑 这才对嘛 林继风终于能和你交手了 朴又林虽然放出狠话 但却做了一件十分锁的事情 他没有选择和林继风正面硬钢 而是命令身前这群即将变异的人类冲了上去 此时的朴又林身后长出一对翅膀 他飞向半空放生狂笑 在他看来 林继风已经输了 因为他不相信他会将这群人类全部消灭 面对疯狂涌向自己的半兽人 林继风彻底的怒了 看来只能用那个了 只见他双瞳迸发出耀眼的光辉 发动技能 龙锯 恐怖的威压席卷整条街道 半兽人被害得四散而逃 朴又林被震惊到冷汗之流 身体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外挂吗 此时林继风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 他高高俯瞰着脚下的朴又林 轻蔑地开口说道 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一会 妮可 千万不要求饶 与此同时 在江辉这边 他正跟变异的金泰力打得不可开交 磕药后的金泰力犹如拿到了篮球的鸡 现场除了江辉之外 其他人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看着一个接一个倒下的队友 江辉彻底地怒了 死猪头 到此为止吧 金泰力轻蔑一笑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口出狂言 你早晚都会死 别老子等一会 江辉暗叹一口气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不想下山 说话的同时 他的身体开始散发一股奇异的波动 江辉的指甲开始疯狂生长 头发也变长了许多 定睛看去 他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九条尾巴 对面的金泰力都看猛逼了 江辉伸出力找冷声开口 就让我看看你的肝脏是否也像包皮一样坚硬吧 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强 当今玩家排行第一的朴又林也都情不自禁的跪了下去 看着全身散发着恐怖威压的男主 朴又林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抑制住心中的恐惧 身体再次暴起 看着激进癫狂的朴又林 林继风只感觉面前之人是个傻逼 此时朴又林已经朝林继风发动了进攻 可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林继风来说就如同击打篮球一样的倾诉 朴又林不信邪 再次释放黑色能量 恐怖的光柱袭向林继风 可他只是轻轻侧身便躲开了全部进攻 他轻松惬意的表情对朴又林来说就是吃辱 杂耍结束了吗 听到这的朴又林再也忍不住 他疯狂的对着林继风发动进攻 恐怖的能量几乎毁掉了整座城市 就在他以为这次能够解决掉林继风的时候 浓烟中突然闪现出一道身影 林继风高举拳头急速杀向朴又林 危机时刻 他的二臂突然膨胀起来 直接迎上了林继风的拳头 可这种对决从来都不是以粗戏论应许 直接将他击飞出去 废墟中的朴又林已经无法占领 他那粗壮的二臂也变成了一坨烂肉 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林继风 你为什么要用那种轻烈的眼神看着 圣怒之下 朴又林再次暴起 可换来的却是林继风的无情剑塔 在一套军体拳过后 林继风彻底的完累了 他要以最残忍的方式干掉朴又林 他抓起朴又林不断的在楼房之间摔倒 就在他准备一拳抄死对方的时候 朴又林突然身体暴起 静止地朝着火龙尸体飞去 他想要去吸收那个东西 因为这是他能活下来的唯一办法 与此同时 在江辉这边 化身九尾狐的他实力大增 几个回合下来 金泰丽已经被掏走妖子 搓着手中的紫色螺旋丸 江辉满脸细血地开口说道 你的身体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吗 就像豆腐一样的脆弱 此时的金泰丽已经害怕到身子发热 可嘴巴依旧是硬的 他放出狠话 表示就算自己死了也不会改变什么 江辉呵呵一笑 你以为你的同伴会没事吗 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们 去死吧 蝼蚁 这个女人只因在临死前吞噬了火龙的尸体 静一下变成了半人半龙的怪物 林继风也没想到 朴又林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如今他的外貌已经不能用人类来形容了 朴又林一扫之前的狼狈 此时的他已经拥有了火龙的力量 这时林继风的系统发来提示 警告 龙族出现了 数据库没有该种魔兽 无法预测战斗力 林继风也没想到 朴又林为了毁灭人类 竟然选择成为一头魔兽 不过无所谓了 他曾图过一次龙 同样也可以图第二次 此时朴又林已经开始凝聚魔力球 林继风 你可千万不要投降了 听着熟悉的话 林继风呵呵一笑 学老子说话 很怕你还没那个实力 四个巨大的魔力球朝着林继风洗了 远在其他区域的队员们也都纷纷朝着这边看 他们知道 大决战已经开始了 此时的林继风抄起拳头迎上了对面的攻击 他的身体如同一发导弹 直接穿透了魔力球 与此同时 系统也给他打开了外观 第一场屠龙特战 玩家对龙系魔兽的伤害增加50% 眨眼的瞬间 林继风已经来到了朴又林面前 不等他反应过来 硬邦邦的拳头已经抄到了脸上 拳头造成的余波四散开来 林继风一拳接着一拳干 周围的箭柱被震得开始坍塌 朴又林被重重地击飞出去 此刻他的血量已经不足1% 正当林继风准备将他彻底解决的时候 系统提醒他马上就要2点半 这是林继风和队友约定破坏魔力供给装置的时间 看来只能让他多活一会 与此同时 其他区域的几个队员也都已经完成了击杀 众人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等待着2点半的到来 林继风来到主控装置面前 时间一到 他便毫不犹豫地烘碎了面前的机器 失去了魔力供给 朴又林也恢复成了人类形态 此刻的他贪坐在废墟中奄奄一息 而就在这时 李市长拖着朴太林的身体走过来 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朴又林无助地看向对方 让他赶快帮帮自己 可李市长却是戏谑地笑着 首领大人 任务失败你得承担后果 他随意将朴太林扔到一边 蹲在了朴又林面前 时间不多了 你们姐弟还是去黄泉路上聊吧 说着他一把抓住了朴又林胸前的一枚红色精士 毫不犹豫地拔了出来 远处的朴太林看到这里只能无能狂论 朴又林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 你到底是谁 呵呵 这么长时间你还没看出来吗 超声刀可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深不可测 话音落下 朴又林的身体开始逐渐变为灰烬 做完这一切李市长拿出了灰环石 他要将朴又林一同解决然后离开这里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本 侧目看去 只见林继峰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喂 老毕灯 你在干什么 老六号称世上无人能抓到自己 可他此刻却像小鸡仔一样被男主抓在手里 话阶上级 李市长刚刚拿走朴又林体内的精识 林继峰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短暂的惊讶之后 李市长直接化为一团黑烟 再次出现在了林继峰面前 可林继峰不管这些 直接向他索要那枚红色精识 李市长呵呵一笑 还不等他开口 林继峰的鞭腿就袭向了面门 然而这一次他同样利用身体化为黑烟的能力 躲开了林继峰的攻击 呵呵 我们还是好好聊一聊吧 你的确很强 但你却只是只颈底之蛙 林继峰眉头紧皱 你是说超声刀吗 没错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成为其中的一员 毕竟这种权力我还是有 林继峰问他超声刀是什么 李市长笑着表示那是新人类 同时也是人类的未来 那里跟防御队不是一个级别 他们将会是世界的新秩序 林继峰点点头 那样好像也不错呀 哈哈哈哈 当然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的 不 你理解错了 林继峰打断了他的笑声淡淡开口说道 我是说将你们击垮的感觉还不错 话音落下 林继峰急速冲向对方 直接一把掐住了李市长的脖子 他一脸惊恶 自己流体化的技能为什么不能发动 与此同时 徐圣灵也带着手下来到了现场 他让众人赶快对受难者进行救援 剩下的人则全力去寻找林继峰的下落 不多时他就发现了受伤的诱饵 并在他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另一边 天佑兵和驱逐爱也与军方的人碰上了头 可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归环石的亮光 众人全都是疑惑的侧目看去 完全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在一间神秘的办公室里 一个黑影拿着手中的资料正在查看 突然他的面前传来一道亮光 下一秒 他就愣住了 只见传送门里正是林继峰和被打成猪头的李市长 真是有趣啊 我还以为是谁打开了紧急逃脱的入口 原来是你啊 没错 这道传送门正是李市长手中归环石打开的 此时在传送门的另一段 林继峰将李市长丢在了地上 他冷漠地看向里面的黑影 给我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要是能躲就赶紧躲吧 因为我会将整个超声刀全部撕碎 文言男人突然放声狂笑起来 你不过是抓了几只蝼蚁 就敢让我躲起来 说话的同时 男人拉开了身后的窗帘 只见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出现在林继峰眼前 尽管来吧 我会在这里等着你 狂妄的年轻人 全属性九九家的男人究竟有多恐怖 他只是想简单地出个国 竟引来了全球觉醒者的恐慌 话说林继峰在向超声刀下了战术之后 神秘老灯便将传送门给关闭了 为了将他们彻底铲除 林继峰决定亲自上门寻找超声刀组织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全球的情报组织全都来到了没处 他们十分关心林继峰下一步的行动 毕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一个不受控制的强者入境 一旦知道林继峰的目的地 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拦 徐圣林一阵头大 因为现在还没有瞬间移动的装置 国与国之间的唯一交通方式便是飞机 林继峰让他不要慌 试管婴儿下山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就是出个国吗 直接飞出去就完事了 没错 林继峰的办法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他让徐圣林带着其他人去机场 这样就可以将情报人员一同引诱过去 而他则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直接开启觉醒飞走 一口气飞了两千多公里 林继峰总算是来到了F国 根据之前从传送门中看到的景色比对 他们最终确定了神秘男人身后的景象是F国的类似 为了掌握更多的线索 天佑兵找到了当地最大的黑帮组织 并抓回来一个小喽啰 从对方口中得知 他们组织最近的确有过变成怪物的人出现 与此同时 在一间废旧的仓库里 得知手下被人袭击的黑帮老大已经集结了全部的小弟 作为当地最大的地头蛇 他势必要找回面子 然而他派出去的小弟还没找到林继峰等人 就再次被一个手持长枪的红衣人给操翻了 可当他们来到现场后却发现 这里只有被打昏迷的帮派喽啰 林继峰静直地朝着巷子深处走去 天佑兵有些诧异 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吗 林继峰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向前 等他停下脚步时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滋滋作小的裂缝 这里留有临时深渊的痕迹 有人任意生成了一个深渊 系统的提醒让林继峰当场愣在原地 什么 深渊竟然可以人为制造 三千年的小伙子怎么也没想到 生成魔兽的深渊竟然可以人为创作 林继峰好奇地摸了一把 结果人一下子就没了 此时江辉两人就是猛逼树上的猛逼果 和林继峰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个临时深渊入口 更让两人无语的是 在林继峰消失后 巷子里竟然来了一群帮派成员 很明显 他们是之前那群昏迷小嘎嘎的同伴 看来今天这口黑锅不背不醒了 与此同时 在临时深渊里 林继峰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系统提醒他 这里无法搜寻信号 不过对于林继峰来说无所谓了 因为远处已经出现了一个人影 而他正是之前干掉帮派小嘎嘎的红衣男子 在看到林继峰时 男人也是十分惊讶 你是怎么进来的 林继峰没有回答 而是问他到底是谁 男人一听顿时乐 看来我们两个都是只问问题 不回答问题 既然这样 那就用实力说话吧 林继峰一脸无奈 为什么总有小嘎嘎找死呢 觉醒形态 启动 此时男人已经持枪杀向了林继峰 可面对如此凌厉的进攻 林继峰只是双手插兜轻轻松松便闪躲了过去 几个回合下来 男人已是大汗淋漓 可他仍旧不知疲倦地朝林继峰发动进攻 林继峰有些不耐烦 从裤裆里拿出手 轻轻一摆就将男人的长枪给拦住 男人有些惊讶 他急速扭转身体 再次杀出一招回马枪 但同样还是被林继峰轻松化解 男人不信邪 邀马合一再次将长枪踹了出去 可这一次 林继峰已经不和他玩了 他快速闪现到了男人身后 硬邦邦的拳头已经抡了起来 该轮到我了吧 一拳轰出 男人差点连隔夜饭都吐了出来 现在打算说了吗 男人强忍着剧痛站起身来 我师父曾教过我 为了胜利要不择手的 既然打不过 那就溜溜溜 林继峰一脸猛逼 男人邪魅一笑 封锁临时深渊 下一秒 男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林继峰收到了系统的提醒 临时深渊入口消失了 深渊将被永久隔离 男人有多强 简简单单一拳 便能撕裂次元空间 红一老六虽然溜了 但小小的临时深渊 还困不住林继峰 毕竟当初回归地球 他就是靠着拳头打破的次元空间 回到现实后 由于时差问题 外界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周围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看来只能先去寻找同伴 此时幼儿两人 镇压着之前被天佑兵 带回来的小嘎嘎 寻找他们老大的位置 然而被打成猪头的小嘎嘎 根本就没想带他们去找老大 而是在城市里都起了圈子 不过幼儿两人也不在乎 反正时间多的是 而且这次任务有邻迹风 他们根本就不怕有危险 一路上两人始终都在闲聊 根本就没把小嘎嘎放在眼里 突然天空飞来一柄斧头 两人快速闪避 回头看去 只见楼顶上忽然多了一群人 而那个被打成猪头的小嘎嘎 此刻也被男人救了过去 该死 光顾着聊天了 把这个猪头给忘了 猪头也是一脸的猛低 不过黄毛也不管那么多了 先把这个两个女人带回去再说 看着逐渐围上来的小嘎嘎 幼儿让驱逐爱往后烧烧 他要试试新神器的威力 没错 幼儿手上拿着的法杖 正是之前用狂龙之尺碎片 制造出来的新神器 有了神器的加持 幼儿轻轻松松就能打出 四种属性的融合魔法 黄毛惊呆了 伴随着雷霆的落下 他的手下全都被垫抹了 而他也狼狈地跪倒在地 幼儿有些惊讶 哎呀 不错嘛 是我一半还能挺住 你还挺厉害的 此时的黄毛一脸跌去 厉不厉害自己还不知道吗 他咬紧牙关从裤裆里 拿出了一枚发光的猪肚 放肆的丫头 看你在这个空间里 是不是还能大放厥词 与此同时 在一间破旧的楼房里 红衣老六正躲在这里包扎伤口 林济峰的一拳 让他受了严重的内伤 虽然不想承认 林济峰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师父 突然他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不好 有人打开了大规模的临时深渊 红衣老六赶忙穿好衣服 从窗户里跳了出去 一定是他 师父的仇人 两个妙龄少女 被三个不穿衣服的巨人为主 但女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 哎 好大 就在刚刚 黄毛捏碎了裤裆里的小球 直接生成了一个大型临时深渊 将幼儿两人拉了进去 在这个大型的临时深渊里 黄毛用身体诠释了 什么叫做我的地盘我做主 他可以变成巨人 也可以削弱幼儿的攻击 总之在他的世界里 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此时的幼儿只能释放 简单的防护盾抵御黄毛的进攻 可即便这样 他也感觉自己的力量 正在源源不断的流失 他已经有些绝望了 两个女人加起来 还不如对方的一根昆巴肠 这样的敌人还怎么打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道破空声急速袭来 瞬间贯穿了一头巨人的胸口 没错 红毛老六来了 乖乖受死吧 你们这群家伙 山东恶虎来眼 看到对方 黄毛顿时怒 是你 就是你袭击了我的手下 巨大的拳头朝着红衣男子戏去 可他只是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黄毛头顶 打架比的可不是谁的块头大 况且 这个空间本就是我的东西 此时幼儿两人 已经被突然出现的男人给惊呆了 只见他手中的长枪快速抽速 一枪一个小朋友 一抽一个大窟窿 三下五除二便将巨人全部解决 与此同时 林济峰在寻找同伴的过程中 突然收到系统提示 发现他需要特别留意的人 就是那个戴着头巾的神秘男人 林济峰当即开启扫描 让系统给他做好标记 此时在一处码头上 一群被迷惑的人类 正在做着搬运工夫 头巾男询问手下 黄毛为什么还没到 手下笑着表示 他们碰到了一群挑衅的苍蝇 黄毛正在解决这件事 头巾男提醒他不要耽误了正事 说着便打开传送阵离开了这里 可就在他前脚刚刚离开 斗篷男子就感受到了 一股让人站立的强烈气息 转头看去 只见林济峰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这边飞来 落地后的林济峰 直接开口询问 那个带头巾的男人去哪 斗篷男一脸邪笑 伸出手就对林济峰施展了技能 然而他的技能 全都被林济峰的系统给抵御 林济峰暗叹一口气 真是傻逼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呀 此时斗篷男也是一脸惊讶 自己的技能居然无效 不对 我想起来了 你是打败了防御队首领的那个男人 怪不得迷惑魔法对你无效 我倒是很好奇 你究竟用什么方法杀死了他 说话的同时 他操纵周围的搬运工冲向了林济峰 林济峰彻底失去了耐心 真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人 发动技能 龙炬 恐怖的威压瞬间吓跑了所有人 斗篷男更是一脸惊骇 龙之恐惧 人类为什么会使用龙族专有技能 林济峰不想和他废话 可斗篷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 他催动魔法朝着林济峰打去 林济峰一脸无语 真是不要命啊 这时系统发来提示 敌人是与现实世界存在时差的生命题 林济峰微微一愣 想要搞清楚这件事 看来不能一拳打死他 物理打败魔法 开挂的林济峰又又又开始不当人了 就在刚刚 系统提醒林济峰 面前的男人是和他一样与现实世界存在时差的玩家 这让林济峰第一次有了不杀死对方的念头 此时男人已经发动了自己最强的火球术 可林济峰只是轻轻的一脚就踢碎了男人的魔法 看着逐渐消散的火球 男人一脸惊讶 活着这么大 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用物理比喻魔法攻击 不过他会的可不止这些 只见他手指轻轻一撮 地下就浮现出大量的黑色液体 这些液体像是有生命一般不停的蠕动 转眼就变成了毒液模样的怪物 这可是我花费了很大心血创造出来的孩子们 应该会很有趣的 此时林济峰的系统发来提示 这种外表酷似毒液的魔物其实都是人造人 他们都是使用魔晶石创造出来的 并且十分渴求得到一具身体 面对同时扑向自己的毒液 林济峰直接打出认真一拳 翠库拉朽之力瞬间贯穿天际 对面的男人此时已经看傻了 一拳之威尽恐不如斯 林济峰这边的战斗已经没有悬念了 而幼儿那边却是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红一老六如天神下凡般救下了两女 同时也俘获了幼儿的心 此刻的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 是已是红一老六的胯下长墙 另一边被林济峰抄翻在地的斗篷男 依旧没有放弃反航 他将林济峰拉入了自己创造的临时深渊 以为这样就能反败为胜 可林济峰压根就不鸟他 事情到了这一步 林济峰也不想和他废话 他直接开口询问男子 是不是在训练空间里待了很久 说起这个男人是一脸的自信 二百年那是一个没有人类 没有生命体 甚至没有训练魔兽的无知空间 你永远不会体会一个人 待在那种地方是多么可怕的体验 像你这种连一百岁都活不到的人 一辈子都无法理解 听着男人狂妄的话语 林济峰一脸的无语 原来才二百年了 哎呀还是太嫩了 男人被困一空间两百年 回到现实后以为自己是无敌的存在 殊不知他面前的林济峰 可是被困一空间三千年的男人 此时男人已经召唤出了严谋巨人 他自信地以为 在他创造的临时深渊里 他就是主宰 然而面对男人的癫狂与暴躁的严谋巨人 林济峰依旧是抬起手臂 打出了认真一拳 爆炸声弥漫在整个空间 在男人惊骇的目光中 林济峰犹如拿到了篮球的鸡 疯狂地嘎嘎乱杀 此时的男人一脸凝重 他举起魔杖再次释放法术 之前被林济峰轰碎的石块突然悬浮起来 静直地将林济峰包裹其中 给我炸 随着男人的一声爆火 石块竟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看着远处的火光 男人轻蔑一笑 在他看来 这种爆炸之下 是不可能有人活下来 可浓烟刚散去 他就愣住 只见林济峰赤裸的上身站在远处 他心有余悸地咽了口吐 刚才好险 裤子差点烧没了 没错 经历了刚才的大爆炸 林济峰担心只是他的裤子 毕竟他的身体只受损了0.01% 可对面的男人却不知道 他还以为林济峰就算不死 身体也受到了严重的内伤 他举起法杖再次召唤出炎魔巨人 这一次 林济峰同样是抬起了拳头 崔库拉朽之力再次弥漫整座空间 与此同时 正在寻找幼儿两人的江辉 等人遇见了黑帮老大 此人名叫黄雄 也是超声刀的一名成员 天佑兵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便想着先发制人 谁料对方的实力也不弱 用狂龙之尺碎片打造的神器 也不过是割破了对方的一层包皮 而且还是在偷袭得手的情况下 天佑兵知道 接下来将会是一场恶战 不过神经大条的江辉 可没把对方看在眼里 二话不说直接发起了进攻 黄雄见对方只是个孩子 同样也没把他放在眼里 然而下一秒他就愣住 解决掉所有的手下 江辉只用了两秒半 与此同时 在林济峰这边 斗篷男已经快要被林济峰的变态搞崩溃 不管他召唤出多少的炎魔巨人 对方都只是一拳就能解决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用绝招了 只见斗篷男割破包皮将精血滴在地上 紧接着地面开始振动 林济峰有些好奇 能让大地裂开 你的精血不错吗 呵呵 这可不是地面 是我孩子的卵 我的孩子已卵的形态从天上掉落 会在地面上进行孵化 而你所站立的位置 是我第一个孩子的卵 话音落下 一道青岩直冲天际 带道帮忙散去 一个手持扩建的巨人魔兽冒出 正在分析 该生命体名字为火之精灵王 深渊等级 八星 明天消耗杨兽召唤出八星火之精灵王 但他却不知道 他面对的敌人 可是比八星魔兽还要恐怖的存在 裹挟着地狱火的扩建猛劈向林济峰 然而他只是轻轻抬手 便接下了精灵王的蓄力一击 虽然都是八星魔兽 但一笔火龙差远了 林济峰云淡风轻样子 瞬间激怒了精灵王 他凝聚出一团炽热的火球 朝着林济峰杂取 林济峰有些不耐烦 直接跃上半空 紧接着身体如一发炮弹般冲向对方 硬邦邦的拳头全都招呼到了精灵王身上 仅是余波就给地面带来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斗篷男子一脸震惊 他不惜消耗杨兽召唤出的精灵王 竟然还是单方面被压制 林济峰一拳接着一拳 仿佛精灵王就是他的活靶子 一直挨打的精灵王也是有脾气的 卑微的人类 竟然能伤到我精灵王 林济峰一脸无语 大清都亡了 你还在这里裹小脑吗 还他瞄的给老子称王 此时斗篷男已经快要撑不住 照这样下去 自己一定会被反射而亡 他颤抖的拿起地上的魔法王 准备要解除召唤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召唤出来的精灵王居然是个反骨仔 对方直接拒绝他的解除 并强行开启了生命牺牲 澎湃的能量包裹了他的全身 精灵王发出一声怒喝 恐怖之威瞬间席卷整个深渊 林济峰的身影逐渐被淹没 他握紧拳头 猛地朝前方打出一拳 拳锋为他撑起了护盾 翠库拉朽之力静止地打向精灵王 带到一切归于平均 斗篷男彻底愣在原地 只见精灵王的上半身 已经完全被林济峰打没了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谁才是小丑 解决了斗篷男 林济峰打破深渊回到了显示 可出来 系统就提示他探测到异常物体 林济峰膀光扫去 是之前斗篷男没来的 亟代子的箱子 他上前查看 只见箱子里竟摆放着一个黑色的躯体 他惊了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小黑子 系统分析回答说 该个体分类为深渊类人 并且可以使用系统进行连接 他询问林济峰是否连接 林济峰想了一下 决定试一试 随着一道能量涌入黑色躯体内部 他竟直接悬浮到了半空 根据玩家的记忆 开始重构深渊类人的身体 下一秒 一个穿着黑色皮裤的女人 出现在了林济峰面前 更让林济峰没想到的是 他的系统已经和这具躯体同化了 男主真牛逼 和自己相处了三千年的系统 突然变成了妹子 就连跟了自己没几天的小弟 也都成了神兽 话说林济峰在和黑体躯体连接之后 系统便融入了这具身体中 林济峰刚想再问些什么 谁要系统竟自顾自的 拿起箱子里的魔精石大口啃了起来 表示自己刚转移到这具身体里 消耗了太多能量 林济峰整个人都骂了 变成人就算了 怎么还生出了一身房骨 放下魔精石 我让你吃了吗 文言系统先是一愣 紧接着眼睛就开始了尿尿 你太过分了 明明有这么多 就吃了几个而已 林济峰彻底的服了 吃吧吃吧 最多只能吃三个 听到这的系统开心的像个孩子 继续嘎吱嘎吱的啃起了魔精石 林济峰就这样看着对毛 心里不由诧异 超声刀为什么要制造成这具躯体 还有之前在深渊里那只被困的魔手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林济峰还在思考 系统就已经吃饱喝足 林济峰问他今后要怎么办 是不是不会再回到自己脑中了 系统表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是回不去了 不过他还是会和以前一样 一直陪伴着他 林济峰一脸无奈 这下可好了 都不知道如何跟其他人解释了 与此同时 江辉这边的战斗并不乐观 天佑兵已经提前一步晕倒了 江辉也露出了他的稳谈 开启了最强形态 起初他靠着自己的抓男手 还能和黄熊对上几招 可当对方开启临时深渊后 一切都变了 江辉被打得节节败退 力量和防御被削弱了好几个等级 按理说外界人进入临时深渊的确会变弱一些 但江辉好像比其他人弱了很多 这让黄熊一下就明白了他的身份 他不是人 而是一头神兽 黄熊一脸兴奋 他要将江辉的尾巴扯下来 因为那是他力量的源泉 然而就在他即将得手的时候 江辉的瞳孔突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压 黄熊还没搞清这是什么 身体就被弹飞了出去 此时逐渐苏醒的天佑兵也是一脸的猛逼 就在这时 深渊突然被撕裂开一道口 只见红毛老六带着良女赶过来 再看到江辉时他顿时愣了一下 临时深渊里怎么会有魔兽 可下一秒 一个令他无比震怒的男人出现 黄熊 是你 师父的仇人 没有女人的一空间里待了三千年 男人这才发现自己的系统是个妹子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练臂力改练俯卧成了 为了以后的方便 林继峰给系统的心躯体起名西斯 系统笑着和他解释 这并不是真正的衣服 是利用光的折射让他看起来像是穿了衣服 好家伙 皇帝的新装都不敢这么晚 他告诉林继峰 如果能让自己多吃一些魔晶食 也可以制作出实体物理 林继峰一脸惊讶 这系统究竟是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 看到仇人的红一老六当即朝着黄熊发起了进攻 然而黄熊作为超声刀的得力干家 实力自然不是之前那群手下能比较 红一老六虽然不是对手 但黄熊也是有所忌惮的 如果红一老六和江辉一同联手 恐怕自己也没多少胜存 此时江辉正站在驱逐爱面前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从第一次见面时 驱逐爱就知道他是一头神兽 并且这次江辉能够恢复力量 也和驱逐爱有着很大关系 这或许和他能控制动物的异能有关 与此同时 在超声刀总部 头经男已经感知到了发生的遗弃 魔法失忌了 连深渊人类也消失了 他不理解林继峰一个人类为什么会这么强 此时头经男的面前正有一个发光的球体 他一步一步朝着对面走去 就在这时 光球突然开口说话 我很久之前 丢失掉的一个碎片遗落在了林继峰身边 听到这 头经男突然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 从一开始你们就成为了异品 他兴奋地摸向了光球 一股奇异的光波在他身上泥漫 同一时刻 全球各地的深渊都开始活跃了起来 一些魔兽毫无征兆地入侵了现实世界 世界各地陷入一片恐慌 此时在H国总部 刚刚斩杀完的瞿圣灵一脸凝住 毫无征兆就打开了深渊 这还是他第一次碰见 总统给他施压 让他务必将魔兽全部解决 只是仅凭他一人的力量 真的可以做到吗 敢相信 这个神经大条的白毛少年 竟然是一头拥有四条尾巴的神兽 恢复力量的江辉 犹如拿到了篮球的机 在驱逐爱神器手环的加持下 江辉的力量再次得到提升 他急速杀向黄雄 用锋利的利爪撕开了他的胸膛 就在他准备当场斩杀黄雄的时候 红一老六强称着受伤的身体叫住了他 他恳求江辉能将这个机会留给他 因为黄雄是杀害他师父的仇人 为此他还给江辉磕了一个 这可把江辉整不会了 既然如此 那就交给你收尾吧 就这样 红一老六含泪斩杀了黄雄 此时江辉已经恢复成原来那个神经大条的模样 红一老六十分感激他的大恩 并打开了临时深渊入口 带着大家离开了准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可天空突然传来了一声魔兽嘶吼打断了众人的欢呼 与此同时 屈珠爱的紧急电话也响了起来 打来电话的是屈圣灵 他将世界爆发魔兽危机的事情快速说了一遍 并告诉屈珠爱 现在启动黑色警报 要求他们全员立刻回国 同时他还问起林继峰的情况 问他有没有受伤 屈珠爱一脸无语 真是有了昆巴就忘了闺蜜 像林继峰那样的男子 怎么可能会有事 没错 此时林继峰早已经开始了嘎嘎乱杀 在忙着对付魔兽的同时 他也一直在让系统帮他寻找同伴的像 恰巧这时他们出来 系统也找到了他们 于是他火力全开朝着众人的位置飞了出去 此时幼儿这边 众人正忙着和魔兽厮杀 虽然他们的实力都不弱 可魔兽的数量实在太多 加上江辉在深渊里消耗了太多能量 导致现在无法变身 就在众人陷入僵局之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道亮光 他来了他来了 他带着外挂飞来了 没错 来人正是林继峰 随着一声巨响落地 林继峰出现了 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他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女人 这可把几人看猛逼了 江辉像是个贝绿的小媳妇一样 质问他这个女人是谁 林继峰一脸无语 没有理会江辉 而是问西斯能不能帮忙保护大家 西斯表示没有问题 随后他开启防御形态 一个巨大的保护罩出现在众人头 看到这的林继峰松了口气 好了 接下来就是猎杀时刻了 一个能干的女助手多是一件美事 林继峰在天上嘎嘎乱杀 西斯则在地上保护大家 魔兽的碎肉不断从天空掉落 红一老六此刻已经彻底的抹了 这么强的男人 我之前居然顶撞他 解决完魔兽的林继峰回到了地面 此时他也注意到了红一男子 他好奇地询问其他人 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 不等众人开口 红一老六率先抢答 大哥你好 我是一世的恶 您可以叫我胡子 而且我已经和幼儿小姐定下了百音之约 话没说完 幼儿赶忙捂住了他的嘴 蝶下鸡坝说 我们只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不过比起这个 继峰 你身边的这位女士是谁 谈到西斯 林继峰一时间也没想好怎么说 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他们很久以前就认识 说着他赶紧转移话题 表示魔兽已经开始入侵 现在再去找超声刀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须珠爱告诉林继峰 相比于找不到超声刀 国内的情况更加糟糕 徐圣灵已经下达了黑色警报 他们要立刻回国 可问题是眼下的情况 这里不可能有航班 他们如果想及时赶回去 就必须去寻找传说中的 隐藏传送门 但这件事根本不是一件 容易能办到 这时西斯自告奋勇 表示他可以做的 这下把众人给惊呆了 林继峰也是被这个 闲眼包给整吴语 与此同时 在一组关押玩家的特殊监狱里 一群魔兽已经攻破了这 几名守卫明知不是魔兽的对手 可他们仍旧在拼命做着抵抗 因为他们身后关押着 是和魔兽一样恐怖的罪犯 而朴泰林就是其中的一员 然而尽管守卫们做了最大努力 可依旧没能逃脱被杀的局面 就在最后一名守卫 即将被魔兽吞噬的时候 朴泰林出手了 他挣脱束缚撕碎了魔兽 看着面无表情 逐渐走向自己的那里 守卫慌了 他以为朴泰林想要趁机越狱 拿起硬邦邦的手枪就打了起来 可朴泰林依旧是面无表情 仅是出手解决了守卫身后的那头魔兽 而守卫打出的子弹 全都卡在了他的剑子肉上 他没有理会颤抖的手 而是静止地朝着魔兽群走去 或许这一刻 他已经明白了活着的意义 这全属性99家的男主 加上一个牛逼的系统究竟有多掉 世界各地的深渊入口被打开 无数的魔兽涌入地球 林继峰担心母亲的安危 想要立刻回到H国 可系统却提醒他不要这样做 还把唯一快速回国的通道给关闭 他向林继峰解释 经过他的大数据分析 如果他现在回去 那么他母亲生存6个月的可能性为90%几 而生存36个月的可能性只有3% 因为这次的深渊魔兽与以往不同 他们是被那个大胡子反派召唤出来 即便他现在回国消灭了魔兽 他们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林继峰一个人可以守护人类的安全 但却无法规避魔兽破坏城市 一旦停水停电 那么住在ICU里面的母亲就会受到生命威胁 所以这件事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留下来 找到大胡子 并将其消灭 听完系统的解释 林继峰一阵烦躁 既然这样 那还等什么 林继峰马力全开 带着系统在城市中搜索起来 期间遇到的魔物 全都成了他泄愤的对象 很快他们就锁定到了大胡子的位置 然而当他们赶到时 这里已经沦为了一座废墟 原来在不久前 大胡子已经提前倒不准 并制造了一场灾难 由于现场沦为一片废墟 障碍物太多 系统也无法进行精准探测 但这可难不倒开挂的林继峰 既然找不到他 那就逼他现身吧 林继峰朝着脚下的废墟 猛然挥出一拳 裹挟着崔库拉朽之力的拳锋 几乎将整座城市 以为了平地 如果将这里的魔兽全都消灭 那家伙就会自己滚出来吧 巨大的响声 引起了一头八星BOSS级魔兽的注意 他扬天发出一声咆哮 可下一秒 林继峰的拳锋就贯穿了他的身体 牛逼 与此同时 在一间神秘的宫殿中 大胡子正一脸阴沉地 坐在中央的宝座上 当初那颗发光的球体 已经成为了他的一颗眼球 眼球告诉他 林继峰之所以这么强 完全是因为他是误差的差 同时他还将林继峰 被困三千年的景象 还原给大胡子看了一遍 可大胡子却对此十分不屑 因为他早就为林继峰的到来 准备好了一份礼物 只见他抬手一挥 一个黑色的传送阵出现在他面前 而传送阵的中间 正是林继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是全宇宙最强的觉醒玩家 在新手教程中活了整整三千年 还有一个极其牛逼的外挂系统 然而林继峰绝对想不到 自己的系统 竟然只是男人眼球上的一块碎片 就在林继峰解决完 大部分深渊魔兽的时候 最后的反派大胡子登场 他一上来就召唤出 四头十星深渊魔兽 并趁着林继峰与魔兽战斗的见性 偷袭了他的系统 一团黑色笼罩了系统 瞬间将他吸入了眼球之中 完成这一切后 他细血地看向林继峰 你的工具已经被我没收了 接下来你就使劲地挣扎 看你如何打败这些深渊魔兽 林继峰冷哼一声 虽然不知道你说的工具指的是什么 但他好像没有给你展示我全部的故事 你竟然以为这群十星魔兽可以拦住 那接下来就让你看看 我是几星 林继峰不再保留 用力一扯便撕下了一头魔兽的耳朵 魔兽发出一声嘶吼 可大胡子对此并不在意 因为任何一头十星魔兽拿出去 都是毁灭地球的存在 无限再生只不过是他们的基本配置 看着不断挥拳的林继峰 大胡子发出细血的笑声 你可真让人心生怜悯了 这样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他们 什么时候才能守护世界 然而他的笑声只持续了一秒 便戛然而止 只见林继峰握紧拳头 脖子上的青筋突起 好似用尽了全部的力量 毁天灭地的一拳朝着深渊魔兽回去 下一秒 继续的外太空突然响起一声剧烈的暴打 林继峰的认真一拳竟然穿透了大气息 与此同时 被吸入眼球的西斯也缩醒过了 他发现自己竟然身处训练空间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好久不见 是时候回来了吗 西斯眉头紧皱 质问这道声音想干什么 声音回答说 为了达到让地球深渊化的目的 他故意让人类发现魔晶石 并使用它们 这样就可以让深渊能量无限扩散 而现在他的目的已经马上达成 所以他这块碎片也时候回归 让自己变得完整 话音落下 地面突然冒出一团黑色物质 瞬间将西斯包裹其中 可下一秒 西斯就挣脱了束缚 这令对方也没想到 西斯微微一笑 非常抱歉 与林济峰三千年的相处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况且像你这样恶心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和你成为整体 如果你想强行吸收我 那就来吧 不过事情可没你想得容易 人一拳轰向魔兽 煞世间 一股毁天滅地的力量 直接穿透大气层冲到了外态盘 林济峰冰冷的双眸 看向了地面上的大胡 此刻他犹如一头地狱归来的死神 令人不爬而立 大胡子一脸凝重 突然他那颗发光的眼头射出雷射击 瞬间摧毁了林济峰的落脚之路 然而他引以为傲的攻击 在林济峰眼里根本不够看 仅是一个闪现 他便来到了大胡子身后 紧接着势大力尘的一拳 直接招呼到了他的脸上 大胡子被击飞出去 身体更是穿透了数座楼房 他做梦也没想到 林济峰的实力居然会如此强 可事情还没结束 大胡子才刚喘了一口 林济峰的鞭腿就迎面而来 此时他的眼神中再也没有嚣张 而是变得惊恐起来 一脚踹到地底 大胡子咳出一口老血 林济峰不想浪费时间 挥动拳头就要斩杀对方 可就在这时 大胡子突然睁开了那只发光的眼睛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身上迸发 林济峰一脸惊讶 这股力量竟然阻止了自己的进攻 下一秒 一团黑色物质从大胡子的眼睛中冒出 直至将他身体全部包补 林济峰愣住了 一头半人半鬼的怪物出现在他面前 他发出圣人的笑声 三千年的计划终于有结果 林济峰眉头紧皱 他质问对方三千年是什么意思 怪物轻面一笑 你以为我创造的东西会出现错吗 此话一出 林济峰突然回想起 当初被困觉醒空间时提示的系统错 难道说把我困在觉醒空间三千年 是你计划的一部分 没错 那是让我降临在这个世界的一块拼图 毕竟我需要能动摇规则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我创造出了分身 并让他成长了三千年 而你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附属品吧 只不过你这个附属品总是四处乱跳让人狠 怪物还在不停地唠叨 可林济峰的怒一直已经达到了巅峰 他回想着自己被困的遭遇 已经重伤的母亲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头怪物 为了出现在这里耍的版心 既然这样 那我就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 而就在这时 西斯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 济峰 快逃 林济峰愣了一下 对面的怪物发出戏谑的笑声 听见了吗 我的分身在让你逃啊 林济峰彻底的怒了 他挥动着拳头静直冲向了怪物 狗东西 把我的西斯还给我 再来了 地表最强玩家与最强反派的决斗终于开始了 林济峰饱含怒意的一拳轰向怪兽 恐怖的力量瞬间弥漫整座城市 然而被轰成一坨降的怪兽正在一点一点的凝聚 不消片刻他便再次恢复了原貌 愚蠢的人类 你以为你的力量是谁给你的 我是杀不死的 然而林济峰根本不听 再次抱起杀向怪兽 一拳 两拳 三拳 战斗的余波犹如地震一般 让整座城市都在颤抖 可不管林济峰打碎对方多少次 他都能再次恢复原样 你是无法消灭我的 因为我就是这个世界的 神 怪兽举起手掌轰向林济峰 恐怖的力量瞬间给地球开了个笔 烟雾里 林济峰赤身站在沟壑中 他的嘴角已经开始溢血 此时怪兽正细血地看着他 不必惊讶 他直接将林济峰的觉醒状态给打没了 他缓缓落在林济峰面前 如果你愿意 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孩子 让你重生为十一星的魔兽 林济峰冷哼一声 闭上你的臭嘴巴 说着他再次开启身体强化 又是一拳轰向对方 怪兽同样是一拳回击 林济峰的觉醒状态再次被打没了 一个残次品而已 还妄想挑战我 给我去死吧 怪兽的拳头不断地落在林济峰身上 回想起自己还在病床上的母亲 林济峰咬着牙再次开启身体强化 怪兽已经有些烦躁 你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技能可以使用了吗 林济峰冷漠地看向对方 这一次他的身体有了从而出现过的变化 仔细看 他的头发比之前长了许多 没错 在多次使用身体强化后 他的技能突破到了第二阶段 而此时的怪兽还不知道林济峰身上的变化 以为他在做最后的挣扎 林济峰挥舞着拳头再次杀向怪兽 一声宛如荷豹的声音在大气层响起 而这声爆炸才仅适得开始 一拳接着一拳 林济峰不断地打向怪兽 直至最后 怪兽的再生速度已经赶不上林济峰的拳头速度 他有些惊讶地看向林济峰 不知对方身上发生了什么 林济峰一脚将他踹向半空 紧接着再次闪现来到他的身后 蕴含着全身力量的一拳猛地打向对方 把我的吸丝还给我 怪兽发出一声惨笑 如你所愿 下一秒 周围的环境就变成了一座数码空间 而这里正是当初林济峰被困三千年的地方 呵呵 这里是我制造你的地方 杀掉你 我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 说着他打了一个响指 下一秒 一头用来觉醒的魔兽出现在了林济峰面前 别忘了 他是杀不死的设定 接下来 我看你如何破绝 是个一拳可以打破规则的男人 系统设定无法杀死的怪物 男人只是轻松挥出的一拳 就将其轰成了碎片 拳头不仅撕碎了魔兽的身体 就连周围的次元空间都被撼动出现了猎 怪兽此刻人已经抹了 他只知道林济峰被困在这里三千年 却不知道他是靠着拳头撕裂空间回到的现实世界 林济峰冷漠的开口说道 西斯 出来吧 只见墙壁上的一个次元破洞突然亮起药眼的白光 下一刻 西斯的身影从中浮现了出来 他眼泪汪汪的扑进了林济峰怀里 济峰谢谢你 我差点就被那个老怪物给吞噬 林济峰摸了摸他的头表示安慰 随即他便走向了远处的怪兽 把我带到这里可真是你最大的败 说着他的拳头开始凝聚力量 今日就让你明白何为后果 与此同时 林济峰的系统面本上 曾经那个满是问号的不有技能突然闪烁了一下 滴滴 觉醒新的技能 是神者 林济峰的蓄力一击把怪兽打得只剩下了个巨疮 力量当真恐怖如斯 此时怪兽还不死心 正妄想再次凝聚身体 可这次轮到西斯出手 滴滴 主系统占比降低 开始吸收主系统 怪兽一脸的震惊 他做梦都想不到 西斯这块他曾经丢掉的碎片 竟然在试图吞噬自己 换作以前 西斯绝对不敢这么尝试 但由于怪兽千年计划 将自己的魔晶石分散到世界各地 导致身体的力量被削弱 再加上林济峰今天的一顿乱主 他已经无法与西斯抗衡 他不甘心地冲向两人 区区人类 怎么可能杀得死我 林济峰有些无奈地举起拳头 既然如此 那你就毁灭了 巨大的拳风湮灭了怪兽的躯体 而西斯也在这一刻完成了吸收 造成世界危机的根源终于被消灭了 人类再一次活了下来 可战争并未结束 因为深渊入口从未消失 与此同时 在宇宙的一颗行星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次元裂法 只见一头高大的魔物从中走出来 他死死盯着不远处的地球 很快便锁定了他的目标 而那个人 正是林济峰 那个男人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世界 可他却不想成为英雄 反倒是让系统对全世界施展了大师艺术 让他们忘了自己的存在 现如今除了徐圣灵等几个特殊人还记得林济峰外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甚至连深渊入口开启的那件事也都被遗忘了 就这样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林济峰在这段时间里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其中最让他开心的是母亲醒了 早上的五点七时 林济峰正在小区里闲逛 突然迎练走来的女人让他愣在原地 风 风顺 是 是你吗 听到林济峰的呼唤 女人也是呆愣在原地 没错 林济峰面前的女生正是她三千年没见的妹妹 可女人只是短暂的震惊过后 便快速抽刀冲向了林济峰 你是谁 为什么知道我在本国的名字 林济峰微微一笑 我家风顺长大了呀 听妈妈说你为了当玩家去了国外 能不能先把武器收了再咬 风顺一脸警惕 林济峰的话他压根不幸 他记忆中的哥哥早在十年前就消失了 怎么会如此巧合的出现在面前 他怀疑对方是自己得罪的某个势力制造出来的克隆人 可林济峰却笑着让他随便问问题 风顺的确问了 尽管得到的答案全都对上了 可他依旧不敢相信眼前之人就是他的哥哥 这下把林济峰都给整不会了 风顺一把将他推开 快速朝着家的方向跑去 他要从母亲口中正式才会相信 另一边 徐圣灵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 自从那件事结束之后 深渊魔兽爆出魔盒的几率就减小了 魔盒是一种堪比石油的能源 这种东西势必会引起各国之间的抢 这也是为什么林济峰的妹妹会从国外回来的原因 各国都在争抢魔盒 必定会引发战争 他要在危难来临之前 守护自己的母亲 此时风顺正急速朝着家跑去 林济峰的出现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自从哥哥消失后 他便撑起了这个家 为了守护家人 他跑到国外历经千辛万苦 还成为玩家 如果哥哥没有消失 那这一切的意义又在哪里 风顺要从母亲那里问清楚 忽然 他发现大街上的人都消失了 他的第一反应是有人施展的置换魔法 风顺摸向腰间的佩刀 却发现刀早在之前和林济峰见面时的震惊中丢掉 而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群不怀好意的 另一边 林济峰正在和与妹妹一同回国的黄毛闲聊 试图从他那里了解妹妹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突然远处打架的声音引起了黄毛的注入 那里正是风顺离开的方向 一股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 林济峰当即就要去看一看 黄毛让他等等 他先用探测能力看一下 可就在这时 一股令他恐惧的气息从他身后传来 宛如一头愤怒的魔兽 人从异界归来拯救了地球 却发现自己的妹妹正被六个壮汉欺辱 杀意瞬间弥漫全身 林济峰要亲手活管了这群家伙 此时在风顺这边 六名壮汉已经亮出了自己的狠活 身为元素见识的他本身的实力并不弱 但奈何自己的武器不在身边 加上双拳难敌四坤 风顺很快就被擒住 小嘎嘎扛起昏迷的风顺准备回去上交任务 可就在这时 林济峰出现了 把我的妹妹放下 然后滚 此时的小嘎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以为林济峰是个多管闲事的小老头 其中的五人在交换眼神后 更是直接杀向他 林济峰强忍着怒意 只是向前踏了一步 小嘎嘎还没反应过来 林济峰就已经越过了他们 五人同时一脸猛逼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下一秒 一股撕心裂肺的痛感就涌遍了全身 看到同伴们的惨状 最后的一名小嘎嘎已经慌了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把我妹妹放下来 小嘎嘎此刻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便是逃 她背着风顺朝着远处逃去 同时快速从口袋中拿出了归环石 小嘎嘎二话不说当即将其捏碎 并逃进了传送阵中 看着逐渐变小的传送阵 心有余悸的小嘎嘎总算松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林济峰为什么会这么强 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背上的女人交给上级 然而就在她刚刚转过身后 一股恐惧突然涌上心头 她有些不可置信的回头看去 林济峰一把抓住她的后脸 直接将她甩了回去 随后她抱起妹妹回到了街道上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妹妹 小嘎嘎虽然全身都被摔软了 但嘴依旧是硬的 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 林济峰无奈地叹了口气 出来吧 西斯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穿着奇笔短裤的西斯打开空间跳了出来 济峰 你是想我了吗 少他们要废话 给我看看这群人是干什么的 他们竟然敢绑架我的妹妹 听到这的西斯立刻对小嘎嘎市长的精神控制 我 我隶属于巨国情报部门 为了获取情报 准备绑架风顺耀员 听到这的林济峰眼神冰冷 她让西斯给她打开连通巨国的传送门 随后她将妹妹放在地上 静止地来到小嘎嘎面前 回去告诉你们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出警告 以后不准再关注我的妹妹 连个眼神都不可以 话音落下 林济峰猛然朝着小嘎嘎身后的传送门打出一拳 毁天灭地的力量瞬间击穿了传送门 所过之处 催哭拉朽 明明是拯救世界的英雄 却告诉妹妹自己是个普通人 被林济峰救下的峰顺 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母亲 虽然从母亲那里得到证实林济峰就是她的哥哥 可她却一肚子的疑问 自己原本不足50平米的小房子 静一下变成了豪宅别墅 母亲的回答是哥哥为国家做了一些事 国家奖励给她的 而且更让她疑惑的是 哥哥身边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林济峰不想在这件事上纠缠下去 赶忙转移话题 吃饱喝足之后 风顺和黄毛来到了天台 他将自己的疑惑和白天遇到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 表示巨国的情报部门盯上了自己 肯定是因为自己手中的磨合信息 可自己是怎么醒来的却不知道 他问黄毛有没有对自己的哥哥使用过探测技能 难不成他也是玩家 听到这个黄毛一脸便秘 当初他只是看了林济峰一眼 就差点被反噬的晕过去 而且林济峰曾明确地警告过自己 不准将他的事情告诉妹妹 黄毛很清楚 如果自己现在说了 恐怕下一秒就该考虑埋在哪了 于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风顺 他的哥哥绝对不是玩家 风顺也不意外 毕竟自己为了成为玩家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哥哥消失了十几年 怎么可能一下成为玩家 他和黄毛道了深晚安便回到了房间 第二天 两人来到大街上开始调查深渊的现场 但让风顺无语的是 从出门开始 林济峰就一直跟在身后 他让哥哥不要胡闹 自己是在工作 像他这种的普通人跟着自己只会有危险 黄毛在一旁听得冷汗直流 要不是当初林济峰警告过自己 恐怕他早就跪下败件衣服 林济峰这个宠妹狂魔对妹妹的话 也是言听计算 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让妹妹去深渊他又不放心 可跟着他又会招人烦 而且这种事情也不好意思让西斯帮忙 突然林济峰看到了一旁的宴会用品商店 他摸着下巴思考一番 看来只能委屈一下自己 与此同时 风顺和黄毛正在深渊里嘎嘎乱杀 风顺负责乱杀 黄毛负责嘎嘎嘎 他可以对魔兽进行探查 找出其弱点并分析击杀成功物 两人的配合几乎是天衣无缝 很快他们就收集到了一枚魔盒 而此时在深渊入口 一群小嘎嘎正疑惑地看着发光的传送 深渊入口怎么被击火了 不是说今天只能是我们进入吗 到底是哪个混蛋赶到取别人的深渊 我们马上进去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众人 都给我等吧 众人一脸疑惑地回头看去 黄毛为了守护妹妹 竟然甘愿当起了社会牛马 戴上码头面具的林继峰 站在深渊入口面前 不许任何一人进入打扰妹妹 青龙公会的一群小嘎嘎顿时不乐意了 三千手下一同杀向林继峰 可这群社会编角料又怎会是男主的对手 不消片刻全都被打趴在地 为首的老头一脸震惊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S级大佬 手下虽有不甘 但奈何实力悬殊过大 老头也只能带领众人离开 与此同时 在深渊里杀得正嗨的两人 也觉察到事情的不对 按理说他们偷偷溜进别人的深渊 应该很快就会来人的 可直到击杀boss都没人能进来 风顺不由感慨 自己的运气真不错 可黄毛却是一脸冷汗 一想到那个牛逼倒不能再牛逼的大酒哥 难道这真的就是运气吗 就这样 一连几天 两人又下了几次深渊 同样都是没人发现 但牛马人的名声却在各大工会之间炸了过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有个戴面具的男人霸占了深渊 而且他们都还打不过 这他喵得就很厉害 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天风顺在家里吃饭时谈起了自己的计划 最近普通的深渊已经很少爆出魔盒了 他们打算去开放型深渊 林继风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是开放型深渊 这是一种具有多入口的深渊 并且不受国家和工会管制 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的流 可这番话风顺只说到一半 便生气地拍了桌子 你问我这些干什么 你又不是玩家 我的事情你不要管 黄毛在一旁听的冷汗之恋 他瞥了一眼还未发怒的大舅哥 赶忙劝风顺不要这样和哥哥讲话 林继风没有在意 他温柔地询问妹妹 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玩家 所以不能跟他一起 风顺没好气地表示 当然 而且就算他是玩家也不会带着他 说话时他注意到西思在看着自己笑 于是他话风一转 表示他还是把心思放在他的女朋友身上吧 说着他一拍桌子就离开了饭局 黄毛健壮赶忙追上去劝阻 两人刚离开 西思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多入口的深渊意味着林继风不能像之前那样做 可林继风却是呵呵一笑 表示这都难不倒他 与此同时 黄毛和风顺来到了花园里 黄毛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对哥哥那种态度 说到这 风顺垂下了头 他才刚回来 我又怎么能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而且他并非玩家 我只是不想再失去他 没错 风顺属于典型的刀子嘴斗五星 黄毛听的是冷汗直流 他喵的 你还真是分不清大小王啊 次日在六星开放深渊入口 大量的玩家聚集于此 然而他们讨论的不是深渊里有多少魔兽 而是相互谈论着那个面具汉匪子没来 然而就在他们聊得正嗨的时候 黄毛和风顺进场了 只不过他们一个戴着兔子面具 一个戴着牛头面具 好家伙 不是牛马人 不进一家门 只是不知道 这次的林继风又该如何守护妹妹 和清歌心连心 清歌却和我玩脑筋 本以为戴上面具可以隐藏身份 却不料成了最大的怨主 风顺怎么也想不到 这段时间内 面具汉匪的名号已经恶名远扬了 一进场他们就感受到了气氛的不对 但风顺却只是以为自己的面具太可行 直到他邀请别人组队 结果别人全都吓跑了 他才发现事情的不对 难道是因为面具的缘故 可摘下面具就会暴露身份 他可不想再将具国请报局的人给隐藏了 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开放型深渊暴的房间至少要有四个人才可以进 所以不组队他们就无法进入深渊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他们 请问你们在找人组队吗 两人好奇地回头看去 只见一猫一狗两个穿着人偶服的家伙出现在他们面前 没错 来人正是林继风和西斯 风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毕竟现在除了面前的两人 他们已经找不到更合适 对于两人的打扮 风顺并没有感觉奇怪 毕竟戴面具的主意就是他想出来的 而且林继风和西斯都用魔法改变了声线 风顺也听不出来 可黄毛却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他有些好奇地准备使用探测技能查看一份 可下一秒 林继风扭过狗头 用近乎威胁的眼神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黄毛只感觉亡魂直冒 他点头如捣钻 表示完全配合 就这样 林继风成功混入了妹妹的队伍 临近深渊时 风顺还特意问了一下林继风的等级 对于等级 林继风也没有概念 只是回答说当初测试十一拳把机器给打爆 风顺只当他是在吹牛 刚要嘲讽一番 黄毛就打断了他 表示现在任务为重 只要人凑齐能进入包房间就行了 风顺也没有继续纠缠 表示一会他们只需要在后面辅助就可以了 就这样 四人进入了深渊 可他们刚进来就发现了事情的不尊 地面上有大量昏死的玩家 风顺一脸警惕拿出配件 黄毛也开启了探测 发现不远处有魔物出现 在锁定位置之后 风顺直接冲杀出去 两人默契配合下 很快就将魔兽给清除 可黄毛却愈发感觉奇怪 这群魔兽很容易对付 但昏死的玩家至少都是B级以上 且周围没有任何魔兽的尸体 他故意走在后面询问林继峰的看法 林继峰没有回答 但这里的诡异他早就察觉到了 不过只要他在这里 就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妹妹 此刻在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当初那头从行星裂缝中走出来的魔兽正站在这 他发出节节节的声音并打开了一个面板 而面板上正是林继峰几人的画面 就在这时 魔兽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传送门 一个神秘老头从中走了出来 别紧张 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如果你想知道删除人类记忆的你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 毕竟在我们地球上有句话叫做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魔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随后便打开一道传送门离开了这里 老头抬头看向天空喃喃自语 记忆消失的那一天 我在宇宙捕捉到了强大力量的存在 起初我还以为是他删除了记忆 但并不是 看来他对那个也持有强烈的意义 既然这样 那就等着吧 你删除了大家的记忆 这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人会帮你 一己之力拯救世界的英雄 却在事成之后深藏功与名 就连他一父一母的亲妹妹 都不知道他是个大佬 为了不让妹妹发现自己的身份 林继风穿上人偶服 陪着妹妹进入深渊 任由他在里面绣花火 可即便妹妹毫无压力地斩杀了Buff 但林继风依旧不想让他继续战斗下去 因为刚才斩杀的那头Buff 林继风只需弹弹手指就能将其秒杀 而妹妹却用了足足20分钟 可风顺却自我感觉良好 还邀请两人第二天继续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林继风一阵无奈 他不想让妹妹继续下去 可又不知如何开口 西斯让他别想了 还是先回家再说吧 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叫住了他们 转头看去 只见一名男子正怒气冲冲地朝着两人跑 都给我停下 我要把带着动物面具的人全都干掉 林继风愣了一下 这他喵哪来的傻逼 来人名叫李贤俊 是之前他痛扁的青龙公会小嘎嘎的老大 他此行就是来给手下找回场子的 然而林继风就是站在那里不动 男人立刻感受到了一股令人恐惧的压迫感 他有些不敢相信 那种感觉如同他第一次觉醒时遇到的魔术一般 他大喝一声 甩开这个令他恐惧的想法 直接一觊语将军飞踹向了林继风 是大力臣的一脚掀起一阵烟尘 李贤俊自信地以为已经拿捏了对方 可烟雾散去 只见林继风拖着他的小筒 像是看傻逼一样盯着自己 你看喵的在干什么 李贤俊急速后撤 心中已是惊涛骇浪 什么情况 我刚才怎么本能的怂吗 他赶紧整理头发 将身后的小弟全都招呼了过来 给我上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三千小弟一同杀向林继风 他们各个手中拦着棍状之物 这是专门用来对付八星魔兽的道具 没错 此时林继风的实力已经被男人判定成了八星魔兽一样的水准 可他却不知道 林继风可是连十星魔兽都能秒杀的存在 没有任何悬念 三千小弟被林继风一拳轰晕过去 李贤俊也被打得几乎失去了知觉 他不甘心 更想不通林继风为何这么强 他大声质问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强的力量 当初火龙袭击城市的时候他不在 林继风一脸无语 谁说我不在 只是你们都忘记了而已 人平一己之力拯救了地球 最后却选择让世人遗忘了他 可当他再次见到昔日的手下时 对方虽然没有任何关于男主的记忆 却莫名地流出了热泪 话街上回 和林继风约定好的风水 第二天早早的就来到了深渊入口 而林继风为了避免昨天的麻痕 也和西斯换了一身装束 然而就在几人准备进入深渊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深渊居然出现了破裂 所有的玩家都收到了一条深渊一场 静止入内的信息 紧接着一条让所有玩家重新进行等级测试的通知 发到了每个人的手机上 就在所有人不明所以的时候 深渊中走出来一伙人 他们正是林继风曾经的手下 只不过他们的记忆都被林继风挪去了 看到他们一帮玩家立刻围了上去 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男人表示现在国内的深渊都是不受控制的状态 机关和工会打算建立一个大型攻略队 所有人必须听同管制 并接受等级测试 听到这的风顺暗叹一口气 表示大家的合作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成立大型攻略队之后 他们就很难在一起 毕竟实力上存在差距 文言林继风立刻转头看向黄毛 黄毛心领神会 立刻拉着风顺表示没关系 他们可以一起去测试等级 风顺一脸无语 原本他就想着甩开这两个脱油品 可黄毛这家伙怎么老是跟自己反的干了 可不容他想明白 西斯就在一旁煽风点火 无奈的风顺只好答应下来 表示自己去准备一下 一会在测试中心会合 等到两人离开 林继风突然提议要先去深渊里看一看 西斯也很好奇 便同意了这个要求 两人刚要进入深渊就被守卫拦住 林继风脱下头套微微一笑 好久不见了 这下把几人给争猛了 他是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 然而林继风只是笑着拍了拍副官的肩膀 不错 已变强了 副官刚要说些什么 西斯便对众人施斩了施艺术 记住 没有人来过这流 看着两人消失的背影 一行人突然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 刚才怎么回事 我们为什么会哭啊 此刻在深渊内部 林继风刚进来就感受到了不对劲 这里的普通魔兽都是boss级别的 在将其斩杀过后 林继风让西斯帮他锁定最后boss的位置 根据西斯的提示 林继风很快便发现了最终宝 一个还没孵化完成的蛋 西斯很是奇怪 这个蛋的等级最多五颗星 甚至连之前遇到的小怪都不明 而就在这时 蛋壳突然裂开 一个人形魔兽嘶吼着爬了出来 西斯眉头紧皱 不好 他的等级在上升 现在预测至少是八星 这下让林继风来了兴趣 久违地开启了觉醒状态 本以为是一场酣畅淋的战斗 可结果一拳就将对方给解决了 林继风感到无趣 反倒这就完了 西斯让他等一下 他察觉到对方还有生命体征 话音落下 只见魔兽颤抖的爬出深刻 西斯让他抓紧时间 因为他感受到对方的实力又开始增强了 闻言林继风没有犹豫 直接来到怪兽面前 此时怪兽也知道自己的死期一遍 他一脸怨恨地盯着林继风 该死的人类 我的父亲一定会干掉你的 林继风呵呵一笑 是吗 上一度威胁我的人坟头草都已经两米半了 如果想来 你们大可试一试 能够开挂选手前来测试等级 这他喵得就很离谱 为了能和妹妹一同加入攻略队 林继风和西斯参加了等级测试考核 和以往不同 这次的等级测试均由国内顶尖玩家当考官 以实战的方式来衡量选手的等级 其中不少的考官都是林继风曾经的老熟人 不过他们都失去了记忆 已经认不出林继风了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考核现场 幼儿负责对西斯测试 而红一老六则选择了林继风 这种毫无悬念的测试根本没什么好解说 幼儿这边还好 西斯只是稍微晾了点花火就通过了考核 但红一老六那边就惨多了 直接被林继风给打自闭了 这可把幼儿心疼坏了 赶忙扶起拖拉机摇霸 上上下下左左右又好一会 才把自己的小男友给哄好 与此同时 丰顺两人也通过了考核 就这样 四人都拿到了加入攻略队的名票 这次攻略队的目标是八星魔兽普罗斯那 虽说这种级别的魔兽对林继风来说 不过是一道开胃小菜 但对于其他没开挂的玩家 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所以这次的攻略除了新招募的玩家之外 还有许多国内成名已久的大佬 他们都是林继风的老熟人 天幼幼儿老六 以及通过采缝刃机改造好的朴泰林 在看到带着码头的林继风时 朴泰林顿时感受到一股恐惧 手中的武器也失手掉在了地上 没错 他为数不多没有失去记忆的人之一 他很清楚林继风的脾气 本着不闹是不做死的远走 会还没开完朴泰林就离开了 与此同时 在城市的某处角落 一群被冰晶贯穿了身体的人已经凉凉 从他们的伤口来看 这群人死之前都还是活人 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八星魔兽普罗斯那 不过别看他现在这么残暴 在这之前他可是被打出了诸教 八星魔兽对于人类来说虽然是个威胁 但他们轻易不会离开自己的领域 而普罗斯那之所以会大摇大摆地离开深渊 完全是因为挨了打 原来在不久前 行星裂缝中走出来的那头魔兽找到了他 并要求他臣服于自己 普罗斯那自然不会答应 可紧接着他就被对方的拳头给打盖了 此时大型攻略队也来到了现场 不过普罗斯那已经离开了准 只留一些其他种位的怪兽还在现场 看着成群结伴的魔兽 风顺摸向佩刀蠢蠢欲动 林继峰不想看他受伤 打算亲自上场秒杀魔兽 可西斯却拉住了他 你出手会非常引人注意的 能不能交给我处理 放心 今天我定会让风顺成为主角的 可能干的女系统多是一件美事 男主的妹妹想当显眼包 西斯就甘愿做他的最强辅助 在他的偷偷施法下 风顺如同拿到了篮球的鸡 在魔兽群中疯狂的炫技 一同前来的玩家们全都看傻了眼 这么强的选手怎么从来没见过他 此时的风顺已经超上了头 还以为是黄毛辅助的好 起初黄毛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当他回头看向林继峰时 才知道自己想多了 西斯的辅助让风顺成功登上了C位 本人有尸体马有尸子 在他收拾魔兽尸体的时候 刀突然拔不出来了 而在这时 一头魔兽发起了偷袭 千军一发之际 林继峰一个闪现挡在风顺面前 还没看清怎么一回事 魔兽就变成了碎肉 你没事吧 风顺一脸惊讶 他是什么时候来我的面前 离开深渊后 风顺越想越不对劲 恰巧这时林继峰来找他 于是他便决定问个清楚 你到底是谁 一旁的黄毛已经被现场的气氛 吓到浑身发抖 两边他是谁也不敢得罪 如果林继峰承认了 他保证活不过今晚 然而林继峰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转头指着黄毛表示 都是他的同伴辅助的好 风顺一脸无语 眼下也就只有这个理由最合理了 不过他还是十分感激 对方当初救了自己 就在林继峰还在和妹妹 培养感情的时候 徐圣灵那边出事了 当初那个叫做斯尼克的神秘老头 带着手下找上他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徐圣灵作为最早一批觉醒的玩家 实力自然不弱 可老头却是有备而来 他知道徐圣灵的手下 都去大型攻略队了 所以才挑选了这个时间 徐圣灵明知被摆了一道 但还是竭尽全力地和对方缠斗 奈何双手南鲁四鲲 几个回合下来 他已经落入下风 与此同时 大型攻略队为了寻找八星魔兽的下落 再次进入了深渊之中 坐在火堆前 天佑兵忧心冲冲地和大家商量着对策 条泰林实在听不下去了 有林继峰在还担心个屁啊 他随意打了声招呼 便要回营地休息 天佑兵感觉有些奇怪 便追上去问他发生了什么 可林继峰的秘密 条泰林又怎敢乱说 随意搪塞了几句便转移了话题 与此同时 一个拖着保灵球的女人来到了一片山林 她是当今的摩塔之主宋日燕 此行的目的便是寻求深山神兽的帮助 而那个神兽正是江辉 林可以一拳拯救世界 却偏不出手任由妹妹在前方炫技 不得不说 咱哥在宠妹这一块做的是嘎嘎到位 可攻略队的其他几个人就不乐意了 凭啥我们在前排顶伤害 姨妹就能在后排嘎嘎炫技 得知林继峰真实身份调态 林绷不住 你带着码头跟个傻逼一样 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们都已经出过手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吧 林继峰 听到这的林继峰一脸猛逼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风顺也是一脸疑虎 你怎么和我哥同名啊 黄毛彻底的无语了 他就是你哥 不过具体的事情 还是等解决完魔兽再说吧 眼看身份被戳穿 林继峰也不想继续装下去 他摘下头套静止地走到队伍最前 顾名真相的风顺一脸焦急 你们都在干什么 我哥不是玩家呀 这样做会有危险 这可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也整肖了 有危险是肯定的 不够危险的可是普罗斯娜 林继峰一脸不屑地来到魔兽面前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为什么会跑出来 普罗斯娜发出一声嘀吼 当然是为了干掉你 林继峰一脸无奈 看来我们是聊不下去了 话音落下 林继峰开启了觉醒模式 这可把身后的妹妹给看呆了 此时普罗斯娜凝聚的巨型冰锥已经落了下来 林继峰握紧拳头喃喃自语 看来要想不让碎片波及到四周 只能一击搞定 一拳 没错 就是一拳 恐怖的力量将冰锥彻底粉碎 普罗斯娜的身体也被轰没了一半 实力当真恐怖如斯 与此同时 被请下山的江辉镇跟着宋日燕寻找神秘老头的下落 两人紧敢慢感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们找到老头时 他与瞿圣灵的战斗已经结束 老头正在开启大型传送阵 江辉大喝一声急速杀向对方 老头看到他也是愣了一下 但此时传送阵已经开启 江辉终究是慢了一遍 另一边 解决了八星魔兽的林继峰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他的事情也登上了新闻头条 得知此事的神秘老头发出一声冷哼 呵呵 原来是他出手了 不过普罗斯那只是个开始 你们双拳终究敌不过四手的 而我们是不会向人类屈服的 等着吧 游戏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 人拯救了世界 却选择深藏宫与民 只因他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可即便这样 他所在的片区连条狗都没丢过 就算是钢铁侠在这片人时 都不可能原版原器地离开 然在就在今天 他却听说有人绑架了瞿圣灵 不能忍 绝对不能忍 就在刚刚 林继峰在家附近碰到了下山的江辉和宋日燕 从对方的口中了解到 群圣灵被外国的大魔法师斯内克绑架了 虽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但可以确定是 这次的绑架 还有八星魔兽普罗斯奈的那件事 都是斯内克与不明的某东西一起合作完产的 之所以称呼他的合作对象为某东西 是因为目前为止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只能确定他很强大 并且能够控制魔兽 听到这的林继峰顿时升起一股杀气 他喵得不知道这片街区姓名吗 还敢来我这里的闹事 我看是这群人是老八上脑子 找死吃了 强大的气场把江辉和宋日燕都给震住 大哥别激动 我们这就带你去找那个家伙 林继峰散去威压看向江辉 你先去找一个叫驱逐爱的女人 她是唯一一个可以提升你能力的人 江辉听到是一脸猛低 林继峰有些无语 他喵得早知道就留下他们的记忆了 与此同时 一肚子问题的风顺打算找西斯聊聊 但让西斯没想到的是 风顺的第一句话不是哥哥为什么会这么强 而是问两人是什么关系 西斯想了一下笑着表示他们是无法分割的关系 正在喝茶的风顺顿时被呛了一口 看来这个话题哨而不疑 咱还是聊聊我哥吧 我哥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强 他呀 他是靠不断地牺牲自己才变强大的 而且是非常漫长的时间 风顺一脸无语 心想他该不是乱编的吧 他表示十年的时间确实很漫长 但他还是不理解靠不断牺牲变强大这句话 西斯笑着打断他 不是十年 但具体的事情你还是亲自去问你哥吧 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他比你想象中强大的多 随后西斯语重心长地告诉风顺 要他一定保护好自己 因为只要是他的事情 林济峰都会不顾一切的 说完他便起身离开准备去找林济峰 风顺不耐烦地答应了一句 心里不断嘀咕 真可笑 还敢来教育我 真到我一身反骨白掌了吗 与此同时 正在寻找瞿圣灵下落的林济峰 突然感受到一股杀气 转头看去 一道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势的激光者 急速朝自己袭来 林济峰抬起手臂格挡 但令他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这道激光竟然对自己造成了伤口 表最强男人的力量究竟有多恐怖 只是随手打出的一拳 整片街区竟发生了小型地震 就在刚刚 林济峰被神秘的激光割破包皮 他立刻将西斯召唤过来 并开始追踪对方的位置 相距430公里 在得到确切的位置之后 林济峰毫不犹豫地打出一拳 此时位于百里之外的大海上 行星裂缝走出的那头魔兽 感受到了林济峰的发力 根据测算出来的数值 他立刻展开了防御 强大的力量打在防护罩上 爆炸声直接冲到了外太空 打完之后 林济峰询问西斯对方的状态 西斯表示那家伙在挡下攻击之后便消失了 林济峰眉头紧重 看来又出现了一个麻烦的家伙 不过林济峰也不担心他不现身 既然他喜欢操纵魔兽 那就把所有的魔兽都给消灭了就是 次日 他让西斯追踪所有的八星魔兽位置 很快西斯就把深渊的位置给标注了出来 而距离他们最近的是一个开放性深渊 其中的包所谓八星魔兽霸王 与其他魔兽不同 八星霸王已属于群体魔兽 如今他所在的地区早就已经沦陷 不过林济峰并不在乎 小小蚂蚁踩死便是 很快林济峰就发现了一群位置 密密麻麻的蚂蚁让人看了头皮直发麻 但却方便了林济峰 简单粗暴的一拳瞬间湮灭了一群 但这只是低等级的喽啰 真正的首领还未现身 与此同时 宋日焰等人还在寻找瞿圣灵的下方 可一连几日都没什么限述 此时在斯内克总部 魔塔之主的出现让他感到头疼 手下提醒他早下手为强 一旦整个魔塔的人出动 对他们的计划十分不利 听到这的斯内克一阵惋惜 原本还想着将魔塔拉拢到自己这边 看来是没戏了 既然如此 那就杀了吧 另一边 林济峰以绝对碾压的姿态灭掉了八星霸王 可比魔兽更棘手的事情又出现 现场发现了许多捕兽如柴的幸存者 从他们口中得知 他们的家人都被一伙势力给控制 林济峰本不想管 但奈何妹妹心软了 为了能让妹妹开心 这趟浑水看来是汤定 满是魔兽的世界里 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卑微 男人沦为苦力壮丁 女人成为当权者的敬乱 林济峰本不想管这些壁事 奈何妹妹同情心泛滥 音音音起来没完没了 无奈的林济峰只能答应去看一看 可来了后才发现 控制这群普通人的当权者也是普通人 只不过他们控制着大量的武器 这让林济峰当场就怒了 一个不留全部干掉 很快林济峰闹出的动静 就引来了幕后的大王 他仗着手上有一把魔法改良的加特里 以为林济峰会怕 殊不知 林济峰才是手持外挂的那一个 为了让对方死得体面一点 林济峰开启觉醒状态 直接用肉身顶子弹 一顿操作下来 小嘎嘎直接被整崩溃了 林济峰也不惯他 直接一记段子绝孙腿 踹在了男人的万恶之缘上 小嘎嘎彻底的怕了 此刻他才知道 自己招惹的怎样的一个存在 轻轻松松帮妹妹完成了心愿 林济峰是一分钟也不想浪费下去了 于是便让西斯抓紧时间定位深渊位女 就这样林济峰开启了猎杀时刻 不管是七星魔兽还是八星 全都是一拳轰碎 黄毛一脸的兴奋 有这样的通天带还要啥次行车 不多时他们就杀到了大夫 在繁华的市区中心 西斯告诉林济峰 他在这里感知到了 微弱的八星魔兽气息 林济峰一脸难闷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有魔兽的痕迹 可具体的位置西斯也无法探测出来 只能靠众人亲自去找 与此同时 斯内克派出的杀手 也和宋日燕等人碰上面 虽然这群杀手的实力不弱 但奈何宋日燕身边有江辉这头神兽 再加上驱逐艾这个专门 给江辉叠把火超强辅助 杀手小队很快便败下阵来 带头的领队也是个狠人 一看打不过 当场就做起了墙头草 另一边 林济峰四人为了加快寻找魔兽下落 特意分成了两组 他和西斯一组 妹妹和黄毛一组 为了方便他们寻找 西斯特意给了黄毛一个水晶球 只要周围有魔兽出现 他就会发光 然而对于这次的搜查任务 妹妹风顺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毕竟他有一个无敌的哥哥 所以刚分开 他就跟黄毛当起了干饭 流连于街边的小吃摊 然而就在两人吃得正嗨的时候 黄毛的水晶球突然有了嗨 两人一脸紧张 可四处张望 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异样 而就在这时 一个软萌妹子突然向他们打起了招呼 只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妹子已经发现了两人玩家的身份 足 玉腿和玉门 你敢相信 一个男人看了顶不住 二弟见了顶起来的软萌妹子 居然是个武林高手 女孩名叫玲玲 生在武林世家 把手绝活便是脚子开线腿 在满是魔兽的世界里 她的家族没有选择成为玩家 而是通过修炼武功来强大自身 现如今除了她以外 其他的人几乎都已经达到了S级玩家的水准 所以从小到大 玲玲就一直想和玩家切磋一下 看一看究竟是系统牛逼 还是自己的武功更生一丑 这天她恰巧在街上碰到了风顺和黄毛 在感知到对方的玩家身份后 她立刻有了想和对方切磋一下的想法 于是她便邀请风顺到自己家做客 风顺看对方长的人畜无害便没有多想 可黄毛却是犯了难 因为从碰到女孩的那一刻起 西思给自己的水晶球就一直在发光 风顺让她别在意 表示那玩意肯定坏了 说着就跟着玲玲回到了家 一进门玲玲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做梦都想和玩家比试一场 在得知对方是五人后 风顺也是充满了好奇 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地来到比武场 另一边和西思一起的林继峰 在街上遇到了一起欺负老人事件 于是便出手教训了一下这群该溜子 老头很是感激 便邀请林继峰去她家做客 但让林继峰没想到的是 这个老头居然是玲玲的爷爷 而且他和他孙女的想法一样 他十分渴望与林继峰切磋一下 但林继峰并不清楚老头的想法 此时正在与玲玲切磋的风顺已经上了头 他不承认玩家比武人弱 直接火力全开 可即便这样 他还是打不过玲玲 与此同时 林继峰也跟着老头来到了家门口 可刚到这里 他就感知到了妹妹的气息 同时老头也感知到孙女在放大招 可不等他想明白 林继峰就一拳轰碎了他家的围墙 老头一脸的猛低 他瞄得我家有门了 可下一秒他就愣住了 因为他感知到孙女有生命危险 老头急忙跑了进去 只见林继峰捏着玲玲的粉拳 面带怒意地看向老头 你邀请我过来就是为了看这些人吗 老头赶忙上前抓住林继峰的手臂 要求他先放开再说 可话虽如此 他却在手上暗自加大的力 想以此试探林继峰的实力 被人逼到这个份上 林继峰自然是不能忍 西斯 这次可不是我先挑的事 你会别担我 话音落下林继峰直接开启觉醒 老头 你最好是全力以赴 老头抓住男人的二臂不放 表面上看是在保护自己的孙女 实则是想满足自己的小癖好 看见林继峰开启觉醒 老头率先发力一记鞭腿甩向林继峰 林继峰也不惯着他 顺势一招过间摔叫老头重新做人 这更加激发了老头体内的战斗因子 当即施展武术冲向林继峰 一套军体拳下来 院子里已是烟尘滚滚 老头自信地以为林继峰已经倒下了 于是便在孙女面前反而赛起来 可话还没说完 他的孙女就一脸惊恐地让他赶紧回头 林继峰扭着脖子从烟雾中走出 这就是所谓的武功吗 也不过如此 林继峰的嘲讽把老头彻底惹怒了 梅开二度再次冲了上来 但这一次林继峰没有给他继续装逼的机会 硬邦邦的拳头直接迎上了老头的面门 瞳孔中不断放大的拳影如同死神的召唤 让老头兴奋的神经瞬间冷静了下来 他赶忙侧脸躲开 但林继峰的鞭腿又再次醒来 老头此刻直常都毁清了 一声巨响过后 老头跪在地上 刚刚的一击林继峰刻意避开了老头 但却击碎了他的自尊 见林继峰没有松开拳口 林继峰赶忙挡在爷爷面前向林继峰道歉 并将刚才的误会解释了一遍 而就在这时 黄毛怀里的水晶球突然再次亮了解 西斯瞥了一眼 但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此时林继峰已经散去威压 对于这场闹剧他也不想说些什么 当即扭头就要带妹妹离开 可老头却恳求他不要走 因为他有件事想拜托他 林继峰根本就不想和他搭枪 但西斯却凑到他耳边表示 这里有一头超越八星级的魔兽 林继峰一脸惊讶 随后老头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他表示这里有一头必须要抓到的魔兽 但他们五人却拿他没有办法 为了对付这头魔兽 他摇了很多人 如今他们都在赶来的路上 希望林继峰能和他们一同前去亲近 老头的话才说到一半 林继峰便打断了他 不用等其他人来了 我们现在就去吧 老头有些惊讶 我摇的人可都是远超级的玩家 等他们来了一起胜算不是更大吗 林继峰淡淡开口 完全没那个必要 我的时间很宝贵 击杀魔兽 我一员足以 面上受人敬仰的五道宗师 背地里却是个双标男 林继峰怎么都想不到 老头拜托他消灭的那头魔兽 居然是他的祖师爷 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 在后山的一处洞穴内 林继峰在这里见到了老头的祖师爷 见到祖师 老头显得十分恭敬 还得对方献上了四个大包子 祖师吃饱喝足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小子长进不少了 看来这次来你是做好了埋葬我的准备 老头依旧是一脸恭敬 我怎敢冒犯祖师 我来的目的只是为门派学耻 说话的同时 老头身上迸发出一股特殊的气息 见此祖师呵呵一笑 同样也散发出了相同的气息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 如果你用那个东西给你的武功 那么你也会走我的老路 听着两人的谈话 西斯一阵诧异 他告诉林继峰 他从两人的身上感受到了那头神秘魔兽的气息 林继峰眉头紧撞 看来对方身上一定藏有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而就在这时 祖师突然抱贺一声 身体急剧发生一变 下一秒 他的右手边就变成了一把利刃 头顶也长出一对尖角 他快速掠过老头杀向林继峰 剑撞老头惊呼一声 快闪开 无论是什么碰到他的利刃都会被斩断的 然而林继峰只是不慌不忙的空手挡了下来 是吗 没感觉有多么锋利啊 林继峰的轻蔑彻底激怒了对方 他疯狂地对着林继峰输出 两人从山洞打到了空中 林继峰的强大让祖师一脸惊讶 他怎么都想不通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可以挡下自己的剑气 他瞥了一眼手在洞口的独孙 满是轻蔑地伸出了手 你们这些臭虫也该发挥点作用 话音落下 众人发出痛苦的惨叫 一道道血气被祖师抽离 只是一瞬 他们就全都昏死过去 祖师呵呵一笑 大手一挥 众人的武器全都被他操控 小子 今日就让你看看我武功的力 无数的飞剑瞅着林继峰袭去 很快便将他包裹起来 呵呵 原来你也是条臭虫啊 祖师放肆地发出狂笑 可笑声还未停止 林继峰冰冷的语气从剑气中传来 莫非你就这点本事 林继峰虎驱一阵 瞬间将剑气击溃 你不是说你很强吗 在我看来 简局弱爆了 下弟子无数的武林宗师 为了便强劲不惜堕落成魔兽 还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是为了守护人类 林继峰可不惯他臭毛病 上去就是一个大逼兜子外加一脚羽将军飞传 谁料这一套小连招下来 直接把对方的武道壁垒给打破了 祖师发出一声怒喝 周身弥漫血色之气 待到烟尘散去 他已突破了现有镜子 身体重新变回了人类的模样 这一幕把他的老头徒弟都给看盲了 祖师果然惊为天人 此时的祖师如同刚倒了一管一样的舒坦 但林继峰却从他身上闻到了更加浓郁的魔兽气息 西斯一脸惊叹 我还是第一次见人类形态的魔兽 一旁的爷孙俩听到这顿是不乐意了 说什么呢 我们祖师爷明明是人类啊 林继峰扫了一眼老头 略带嘲讽的开口说道 是啊 究竟哪个门派的祖师会干掉自己的弟子呢 看着倒地不醒的徒弟里 老头背对得哑口无言 林继峰懒得跟他继续废话 转头走向了突破境界的祖师 面对祖师的猖狂 林继峰直接打出认真一拳 翠枯拉朽之力瞬间将其淹没 带到浓烟散去 爷孙俩已经彻底的抹了 祖师爷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声音 胸口的血管都被打阻塞 眼看马上就能吃上洗 爷孙俩赶忙拦在林继峰面前 求他放过祖师爷 林继峰一眼就看出了老头的小心子 你是想说即便他是魔兽也能控制自己 还是要说即便成了魔兽也能守护人类 我不管你是什么想法 我只想知道 这个武功修炼方法是谁教给你们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老头依旧选择罪 林继峰根本就不给他时间 既然你不想说 那就带着你的武林秘笈一起上路吧 反正你最后也会变成魔兽的 老头无奈地垂下头 而就在这时 躺在地上的祖师突然起身 开始为弟子求情 表示自己才是罪人 求林继峰放过这些孩子 这番低三下气的样子 把爷孙俩给感动坏了 赶忙上前搀扶祖师 却不料这都是祖师爷装传 为的就是让两人靠近自己 好掏他们的腰子吸收力量 林继峰无奈地叹了口气 既然想死 那就成全力